注意看 这个魔教妖女刚刚迎来了一枚糖果 只见她先是用舌尖轻轻一舔 随后便一把将糖果塞入口中 仅仅是浅尝了一小口 魔教妖女的心便瞬间融化了 好家伙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美味的东西 说完 妖女便将沾满口水的糖丸拿了出来 这么好吃的东西 本小姐要拿回家慢慢品尝 或许是有些意犹未尽 妖女忍不住又把糖丸放入了口中 糖丸不停地在她的舌尖打断 妖女的心都快要被融化了 可就在这时 实在是舔得太入泥了 以至于她完全没注意 一只大手正在向她慢慢靠近 只听见蹦的一声 擂台上瞬间尘土飞扬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了 等到灰尘慢慢散去 只见竟然是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将魔教妖女压在了身下 更巧的是 男人的嘴唇正好扣在了妖女的嘴上 直接跟她来了一个嘴对嘴深吻 受到惊吓的妖女一紧张 竟然不小心咕噜一声将糖丸给吞了下去 短短一秒的时间 这个男人不仅夺走了妖女的初吻 还把妖女爱不释手的糖丸给弄没了 妖女也不跟你莫及 直接二话不说就要砍掉她的狗头 一听这话 男人瞬间就慌了 她的名字叫刘贤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刊厨师 上一秒 她为了抢救坠楼的女孩 直接奋不顾身地从楼顶一跃而下 结果下一秒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 刘贤不仅穿越到了异世界 还被迫抢往了魔教妖女 好不容易穿越了一次 结果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要被人处死 一想到这里刘贤彻底绷不住了 我靠 我不就是不小心轻了你们大小姐一口吗 至于杀人灭口吗 一听这话 妖女不乐意了 请我一下我可以忍 但你把我的糖丸给倒霉了 这件事可就大了 一听这话 刘贤更无语了 一个破糖丸而已 你们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其实 刘贤有所不知 她现在所处的地方名为五洲大陆 在这里 苦涩的丹药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对于他们来说 吃饭就如同我们吃药一样碰碰 而刚才大小姐手里的那一枚 是整个五洲大陆唯一的甜味丹药 对于整天吃苦丹药的他们来说 这甜味丹药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所以大小姐才会如此爱不释手 一听这话 身为中餐大厨的刘贤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在刽子手的大刀距离自己的脖子 仅剩半寸的时候 刘贤突然大喊道 我能做出比甜味丹药更好吃的东西 一听这话 魔教妖女突然两眼放光 只见她大手一挥并喊道 刀下留人 话音未落 只听见喷的一声 刘贤竟然还真逃过了一劫 可这只是暂时的 如果刘贤不能做出好吃的食物 那她将会死得更惨 说完 一群大汉突然搬来了一台千斤重的炼丹炉 前面说了 但要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所以这炼丹炉就是他们唯一的做饭工具 一看到这玩意 男主的心瞬间凉了半截 好家伙 这玩意怎么可能做出好吃的食物啊 可就在这时 一只小山鸡突然从刘贤的一旁借过 看到这玩意 刘贤突然两眼放光 就决定是你了 刘贤不愧是中餐大厨 手起刀落肩 可怜的小山鸡不仅毛被拔了 就连内脏也都被清干净了 随后包上荷叶 裹上泥土 再放入丹炉中大火烘烤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仅过了不到半个时辰 一道特制的异式戒叫花鸡便完成了 魔教妖女虽然没见过这玩意 但光是飘出来的香味 就已经让她把吃不住了 伴随着一大块鸡腿肉入口 魔教妖女竟突然眉头一紧 瞬间愣在了原地 外教里嫩的鸡腿肉 不停地刺激着她的胃 这一刻妖女彻底沦陷了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霸道的女儿 凡是被她看上的男人 就必须要乖乖跟她入洞房澄清 如果胆敢拒绝她的话 她当场就会来一招当鸡力端 直接把拒绝她的男人变成太监 不过你放心 咱家大小姐眼光高 一般男人根本就入不了她的眼 就比如眼前这个男人 要长相没长相 要身材没身材 各方面都如此差劲的男人 咱们大小姐连看都不用看 当场就宣布 男人我要跟你结婚 好家伙 这未免也太随意了吧 一听大小姐要跟自己结婚 刘贤瞬间就傻了眼 倒不是因为她嫌大小姐长得丑 而是因为刘贤有严重的捧女症 对女孩子可谓是严重过敏 所以当大小姐要求跟她结婚时 刘贤有些犹豫了 可大小姐还是那句话 自己得不到的男人 别的女人也休想得到 你如果不乖乖跟我结婚的话 那就准备变成太监吧 话都说到这了 刘贤也不是傻子 他只能先暂时同意跟大小姐结婚 毕竟刘的青衫再不愁没柴烧 到时候再找机会逃跑就行了 可大小姐绝对不是吃素的 他早就看出了刘贤想要逃婚 就在刘贤打算翻窗的时候 直接被大小姐打得正确 大小姐劝他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要知道 这里可是江湖三大魔门之一的日月宫 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如果让守卫发现你逃跑 那可就不只是把你派店这么简单了 你这条命都别想要了 一听这话 刘贤直接吓得从窗户上摔了下来 说到这儿你们可能要问了 这刘贤究竟有啥特长 大小姐为啥铁了心的要跟他结婚 这里就有所不知了 刘贤这家伙有个极其强大的技能 他只需要动动手指头 就能让大小姐直接爽到飞体 原来 刘贤这家伙是一个穿越者 曾经的他可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中餐大厨 想当年 一败首富家的千金大小姐 只不过是尝了一口刘贤做的饭 便瞬间被其争 直接一脸陶醉地躺在了餐桌上 口水更是止不住地往下躺 事后 迪拜大小姐甚至想要动用全部家产来包养刘贤 要不是因为刘贤有严重的孔女症 恐怕她现在早就是迪拜首富了 同样的 我们的魔教大小姐花生 也是被刘贤的一手秘制叫花鸡给征服了 没办法 她太会做鸡了 也就是说 花生之所以要跟刘贤结婚 当然不是因为喜欢刘贤 主要还是馋刘贤的鸡 一听这话 刘贤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一个好点 她先是答应了花生帮她做饭 随后她又假装去种植园采摘食材 实际上则是想要刺激逃跑 趁花生的手下不注意 刘贤二话不说就要开溜 可就在这时 菜园子里突然窜出了一个白头发的小姑娘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小姑娘便一把将其摁在了地上 这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难道自己的逃跑意图被人发现了吗 话音未落 一个紫头发的小姐姐 突然出现在了刘贤的面前 哪来的臭小子 竟然敢摘我的灵草 说完 小姐姐便将手中的鼻水对准了刘贤 这小姐姐一看就不是傻好的 也不问清楚原因 就要当场咋了刘贤 关键时刻 当才的白发小姑娘终于站了出来 看她这一脸天真无袭的笑容就止 这姑娘一定是个大善人 果然 小姑娘一开口就是不一样 她建议直接把刘贤给扑 毕竟种植园的灵草好久没有试诵 正可以好把这个男人当成肥料给来了 咱果然是没有看走眼了 这小妮子还真是大善人 竟然还知道扁草是非 这个男人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厨子 她做的饭刊比迷糊一样 任何女人只要亲口尝过她做的饭 都会瞬间情不自禁地爱上她 就连迪拜首富家的千丁大小姐 在尝过她做过的饭后 也会瞬间被其征服 迪拜大小姐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跟她成情 然而 我们的男主虽然拥有如此强大能力 可到现在为止 她却还是一个单身狗 原来 刘贤她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只要有女孩子靠近她 她便会开始身体发抖头冒冷汗 这还没完 要是女孩跟她有身体积足 那更完蛋了 轻则当场婚姻 重则蹊跷流血当场地理 不过 刘贤的师父曾告诉过她 如果有一天刘贤能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那她的孔女症便会自动消失 上期我们说到 刘贤因为误入领讨员 导致她直接被一个白发妹子当场掀翻在地 还没等刘贤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个面露凶光的紫发女人突然拿到对准了她 敢偷老娘的林草 看我不剁了你 就当女人准备下手的时候 白发妹子突然站了出来 白发妹子觉得直接把她挡了未免有些太残忍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还是把她给活埋了 顺便就当作是给林草施肥了 一听这话 刘贤瞬间被吓得头冒冷汗 她本想尝试正活 可这妹子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 仅靠单手就能压制自己 可恍惚间 刘贤突然察觉到了异常 她不可思议地回头看向了身后的白发妹子 我靠 我的孔女症竟然没有发作 难道说 她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吗 可还没等刘贤来得及高兴 白发妹子便一把将气扛了起来 这是真打算把她给活埋了呀 这下刘贤是彻底崩溃了 没想到她竟然会死在自己的真命天人手中 只见刘贤绝望地大喊了 给我一次机会 我可以帮你们炼单 果然 一听这话 刚才的紫发女瞬间就有了兴趣 只见她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了一个炼单模 她告诉刘贤 如果你能把你摘的灵草都炼成单的话 那我可以既往不救 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可就不只是活埋这么简单 刘贤虽然为自己博得了一线生机 可她就是一个厨子 怎么可能会炼单啊 没办法 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她先是将自己采摘的灵草做得粉碎 随后又跟隔壁老母鸡借了两个鸡蛋 这老母鸡也真是可怜 上一期她的老公被刘贤做成了叫花鸡 这一次竟然连她的孩子都不放过 话音未落 刘贤先是将鸡蛋打入剁好的菜线主 随后又根据丹药的形状 将菜团子捏成了圆形 很明显 她这是想要以假乱针 最后 刘贤将其放入丹炉大火蒸了二十分钟 等到时间一到 刘贤的密质黄金菜团子就完成了 虽然这玩意看起来跟丹药完全不搭变 但子奈和刘贤的厨艺实在是太变态了 紫发女根本压制不住体内的欲望 只见她拿起一个菜团子 二话不说就往嘴里塞 就在菜团子入口的一瞬间 紫发女的味蕾瞬间爆炸 她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男药 与此同时一道道金光从她的体内迸发而出 这是要突破境界的节奏啊 而另一边的白发妹就更离谱 在吃下菜团子之后 白发妹瞬间就突破了三层境界 看到这一幕后 刘贤别提有多高兴 毕竟这可是她的真命天女啊 她终于能轰轰烈烈地爱一次 可由于突破境界所产生的的能量实在太大 白发妹身上的衣服竟然都爆了 看到这一幕 刘贤瞬间心花怒发 本以为自己能够大饱眼 可定睛一看 刘贤突然愣住了 难怪自己的孔女症没有发布 老了半天 这家伙特不适的男人呢 神了 你还是直接把我活埋了吧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吃了一颗普通的菜团子 结果下一秒 女人的身体突然迸发出一道金光 一股强大的武器在她的身体中慢慢凝聚 这一下 女人竟然直接当场吐脱了三重境界 随后女人直接一脸陶醉的趴蛋地 区区一颗菜丸子 其效果竟然堪比三品名单 而做出这颗菜丸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刘贤 由于一场意外 刘贤穿越到了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路 仅仅是小鹿厨艺 刘贤便赢得了魔教大小姐花生的方形 为了能让刘贤给自己做一辈子的 花生竟然决定要跟刘贤成亲 可要知道 刘贤患有严重的童女症 平时女孩子只要多看她一眼 她就会开始浑身发泡 所以刘贤肯定是不想跟花生结婚了 可对方可是魔教的大小姐 怎么可能会在乎刘贤的意见 花生放下狠话 如果不跟自己结婚的话 那她就会把刘贤给变成太阳 没办法 事已至此 刘贤也只能同意跟花生结婚 然而 魔教里的汤圆大长老却不同意这门婚事 到了大婚当天 汤圆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厨房 只见她从怀里掏出了一瓶绿色的药 看汤圆大长老这一脸坏笑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啥好东西 果然 这瓶药由针对男性的崔秦丹至上 顾名思义 只要男人喝下这种药 便会瞬间感到浴火焚身 从而做出一些见不得人的行为 并且除了汤圆大长老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不同意这门婚事 她就是另一魔教子之堂门的大神皇 在此之前 唐初已经准备好了一座山的金子 准备当作彩礼向花生提亲 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续口 唐初却收到了花生大小姐要结婚的消息 得到消息的唐初下定觉醒 哪怕是付出一切 她也要把花生给抢过来 而另一边 花生和谢贤的婚礼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由于魔教家大业大 所以谢贤属于是入坠嫁给花生 所以就连谢贤的婚服都是新娘款式 很快就到了两对新人喝浇杯酒的环境 此时谢贤还不知道 自己手中的酒已经背下了催情 前面也说了 由于谢贤患有严重的孔女 所以整个浇杯的过程 谢贤可谓是提心吊胆 生怕跟花生产生身体接触 就在谢贤马上要把下了崔晴耀的嘴喝下时 一个神秘的身影突然如闪电般窜出 此人正式来抢婚的唐门大少爷唐初 只见他一把抓住谢贤的胳膊并喊道 想要跟花生结婚得掀过我这关才行 然而就是这一想 导致谢贤不小心碰到了花生的手臂 就是这么轻轻一碰 刘贤的孔女症瞬间发作 慌乱中 刘贤直接一把将手中的酒甩住 只见酒杯在空中滑过了一个完美的空气 误偏不已地砸到了唐初脸上 杯里的酒更是顺着流到了唐初口中 就这样 汤原大长老精心准备的崔晴酒 竟然误打误撞地被唐初喝了下去 这要笑也是说来就来 喝下崔晴酒后 唐初突然感到浑身发热 一股浴火正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 他慢慢抬头看向了流血 恍惚间 他发现这个男人的脸庞竟然如此惊醒 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诱惑的气息 同时 唐初感觉自己的胸口正在隐隐 莫非 这就是真爱的感觉吗 在崔晴酒的作用下 唐初竟然深深地爱上了流血 本来他是打算从流血手里抢走花生的 结果却变成了从花生手里抢走流血 场面瞬间胶着了起来 房间里突然充满了哲学的气息 魔教妖女大婚当天 直接把新郎官流血强行拖到了洞房里 洞房和花竹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着这对新人大显身手 话音未落 魔教女花生一把将流血扔到了床上 这都已经一触即发了 流贤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 竟然还问花生要对他做什么 花生也不磨刺 他一边脱外套一边说道 大婚之夜还能干吗 当然是入洞房了 一听这话 流贤瞬间傻了眼 新观众可能不知道 流贤患有严重的恐女症 一般女孩子但凡多看她一眼 流贤都会紧张地发抖 如果不小心跟女孩子有身体接触 流贤甚至能当场晕死过去 这要是跟花生入一次洞房 那流贤还不得当场猝死了 果然 花生仅仅是轻轻碰了一下流贤 结果流贤瞬间崩溃 直接颤颤巍巍地躲到了墙角 看到这一幕 花生似乎也察觉到了一场 自己都已经做到这一波 这个男人竟然还能沉得住气 难道说这家伙害怕女人 一想到这里 花生突然露出了一脸坏笑 既然如此 那我可得好好试探试探 说完 花生突然一下扑进了流贤的怀 两双手更是在他身上来回摸索 结果也不出他所调 看得出来流贤已经尽力在克制自己 但他那慌乱且绝望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花生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不停有孔女症 而且似乎已经到晚期了 话音未落 流贤终于忍不住了 慌乱中他先是挣脱花生的束缚 随后用尽全力一推 这一下 竟然将花生推出去了十几名远 花生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还会一点五目 不错吗 你师父是什么人 赶紧报上名来 一听师父二字 流贤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红发女人的声音 一想到他 流贤竟然直接气得直咬牙 那个可恶的老女人 我的孔女症就是被他逼出来的 看来 流贤和他的师父之间也有些见不得人的往事 可花生根本不在乎这些 话音未落 花生瞬间绕到了流贤的背后 还没等流贤反应过来 花生便一把僵气抱在了怀里 花生一脸羞耻地告诉他 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 如果你不乖乖听话 那我就要把你的全身都摸个遍了 流贤也没办法 自己的底裤都被人看透了 他只能向花生屈服 而花生也没别的要求 他只需要流贤做菜给他吃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要问了 好家伙 这花生搁着折腾了半天 竟然只是为了让流贤给他做菜 事实的确是如此 不过 流贤做的菜并不是一般的菜 要知道 上一次花生只不过尝了一颗流贤做的菜完 结果直接原地起飞 差点爽巴爆炸 这种奇妙的感觉 简直是太刺激了 然而 流贤真的会乖乖给花生做菜吗 不用说 看流贤这一脸奸诈的表情就知道 他要来阴的了 很快 在流贤精湛的厨艺加持下 一盘秘制水煮鱼便顺利完成了 这盘菜表面看上去十分正常 但殊不知流贤悄悄在里面放了一剂猛料 此时花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吃了 只见他挖起一块鱼肉 二话不说就往嘴里送 可鱼肉入嘴的一瞬间 花生的味蕾瞬间原地爆炸 原来 流贤在这道菜里放了十倍量的辣椒 此时的花生直接被辣得狂吐舌头 可就算是这样 花生还是不停地把鱼肉往嘴里送 直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花生便开始狂脱外套 最后他恨不得连最后一层小肚都都不停 而在此之前 流贤还把房间里的水都给藏了起来 此时花生的嗓子都已经开始冒烟了 但却一滴水都找不到 可下一秒 花生却突然看向了身后的流贤 既然找不到水 那我就只能喝你了 话音未落 花生一个箭步便冲到了流贤的面前 差那边 流贤似乎意识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混蛋 你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魔教妖女花生在吃下流贤做的水煮鱼之后 竟突然感到浑身燥热男人 口干舌燥仿佛喉咙着火的意外 花生再也受不了了 他大喊道 水 我要水 快给我水喝 可殊不知 流贤早就把房间里的水都藏了起来 可话音未落 花生突然把目光转到了流贤身上 还没等流贤反应过来 花生便突然窜到了他的面前 既然没有水 那我就喝你了 说完 花生竟然直接一口亲了上座 与此同时 一个神色焦急的老男人突然破门了 此人正是花生的青爹花钱 也是魔教日月宗的宗主 宗主一进门 恰好撞见了花生和流贤正在亲情 不过两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了 跟流贤亲完之后 花生喉咙也不冒烟了 身体也不发热了 他大喊道 简直是太舒服了 一听这话 宗主大人瞬间就愣住了 好家伙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然敢对我那纯洁的宝贝女儿下手 我特么一定要攒了你 说完 宗主大人举起四十米的大刀 便朝流贤劈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花生突然挡在了流贤的身前 想要杀流贤 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再说 这句话如同一道蜻蜓霹雳脉 砸在了宗主大人的头上 好你个臭小子 你到底给我加小花生吃了什么迷魂料 竟然把他给蒙蔽成这样 你死定了 说完 宗主一把推开了挡在流贤身前的花生 眼看就要一刀把流贤劈成两半 慌乱中 流贤一把抓起了桌上的水煮 并一把将气扣在了宗主大人的脑袋上 这下是全完蛋了 竟然敢把菜扣到宗主大人的脑袋上 这下花生也就不了你了 果然 此刻的宗主大人全然一副怒发冲冠的舞 只见他恶狠狠地说道 小花生你先出去 接下来的场面可能有点血腥 小孩子不能看 花生虽然从小一直在父亲的照看下长大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生气 离开房间前 花生请求父亲不要把流贤弄死 至少给他留一口气来做菜吧 可花虽然是这么说 但花生心里清楚 以父亲的暴脾气 刘贤这次绝对是死定了 可是到如今 花生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 这几天父亲明明一直在闭关修炼 怎么会突然出来了吗 就在这时 花生突然感觉到石柱后面好像藏着一个人 他跑过去一看 发现竟然是汤圆大长老 好吗 原来是你这家伙在搞鬼 赶坏本小姐的好事 你还真不怕死啊 说完 花生直接拖着汤圆去了牢房 准备好好教训他一下 而此时的坊间里 宗主大人非但没有杀了刘贤 相反 两人还心平气和地聊起了天 多亏了刘贤刚才把菜汤 迫在了宗主头上 就是那一下 让宗主不小心尝到了刘贤做的菜 在得知刘贤是一个厨师后 宗主的对他的态度 立马来了个360度大理官 虽然五周大陆并没有料理这一概念 更没有厨师这一旨意 但在前段时间 突然冒出了一个家伙 也称自己是个厨师 这家伙用自己的料理 征服了半个五周大陆 老宗主觉得 眼前这个叫刘贤的家伙 跟那个人一定有所关联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是得试探一下这小孩 说完 宗主丢给了刘贤一块猪肉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就用这块猪肉做一道菜 如果能让我满意 那我就留你一命 如果让我发现你是在吹牛 那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说完 老宗主便离开了房间 暂时保住小命的刘贤 终于松了一口气 筋疲力尽了他顺势往床上一躺 结果却突然感觉 自己的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他转过头一看 发现九彩正一脸娇羞地躺在他的床上 上期说道 刘贤为了报复魔教妖女花生 故意在他的菜里加了十倍量的辣椒 果然 在花生姜菜吃下之后 瞬间感到口干舌燥浑身发热 就在刘贤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 沾沾自喜时 怎料快被蜡晕的花生 却突然抱住刘贤 二话不说便一口亲了下去 与此同时 花生的亲丁 也就是魔教宗主花钱 恰好撞见了对方 一看自己的宝贝女儿被人欺负 花钱二话不说 当场就要砍了刘贤 然而当得知刘贤是个猪师后 花钱的态度瞬间来了个360度大走感 为了考验刘贤 花钱给了刘贤一块猪肉 令他在三天之内做出让自己满意的食材 花钱走后 好过一劫的刘贤刚松了一口气 下一秒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床上竟然还藏着一个人 此人正是女装大佬九彩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九彩便一把扑进了刘贤的怀疑 原来自从九彩吃过刘贤做的菜丸子之后 他便如同上瘾了一般 整天惦记着这一口 好家伙 你就算是瘾在大 也不能莫名其妙地窜到我床上来 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岂不是以为我是一个变态 话音未落 花生突然一把推开了房门 刚好撞见了眼前尴尬的音 前面也说了 别看九彩长得跟个白发小萝莉似的 但花生知道九彩是一个纯正的男孩 刘贤那刘贤 没想到你原来喜欢这一口啊 打扰了 你们继续 一看花生误会自己了 吓得刘贤赶紧解释道 是九彩自己跑到我被子里来的 我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不过花生也不在乎这些 虽然他和刘贤已经算是成亲了 但花生并不是真心喜欢刘贤 他只不过是馋刘贤做的菜吧 于是 花生带着刘贤来到了后山 原来他给刘贤专门盖一间厨房 如此一来 刘贤便能专心给自己做菜了 话倒是说得轻松 可刘贤哪还有心思给他们做菜啊 昨天跟花生动房的时候 自己差点把命给丢了 继续跟群魔教的人待在一块 自己准备好果子吃 现在刘贤满脑子都在想该怎么逃出去 进入厨房之后 刘贤透过门口的缝隙一看 果然 花生手下的人正在盯着自己 想要从正门硬闯出去是不可能的了 说完 刘贤看了看手中的锅铲 事到如今 只能用那个方法了 此时的另一边 花生正在焦急地赶往魔教大殿 一旁的韭彩有些不明白 非常严肃地说道 那个麻烦的家伙来了 话音未落 只听见魔教大殿传来了一声尖叫 自家侍卫竟然被人一脚踩了 而在魔教大殿里 一个身材丰满的独眼女人已经恭货多时了 他冲花生的手下喊道 再不把你们管事地叫来 你们全都得死 话音未落 花生终于赶到了现场 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这个略显蛮横的女人名叫胡椒 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会会长 说完 胡椒会长将一张字句横在了桌子上 原来 魔教宗主花钱曾向天下会借过三千两百亿 如今三月之期已到 是时候该还钱了 我也不跟你多要 连本带利一共四千两百亿 如果三天之后我来见不到这些钱的话 那你们就等着被灭门吧 说完 胡椒会长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魔教大殿 此时的另一边 刘贤正在用锅铲挖洞 他打算通过挖地道的方式逃离魔教 可挖到一半 刘贤却突然脸色大变 这地下竟然有一条暗道 刘贤没有多想 举着火把便走进了暗道 可刚一进去 刘贤就被眼前的荧幕给吓了个半死 这里面竟然遍地都是白花花的人 好家伙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们的男主刘贤身为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不料却落入了心狠手辣的魔教大小姐花生手中 为了让刘贤给自己做一辈子 花生先是强迫刘贤跟自己结婚闹动法 随后又将他囚禁到了厨房 打算让他成为一个无情的炒菜低企 可刘贤怎会轻易坐以待毙 他看了看手中的锅阵 竟然打算直接用他来挖地道逃跑 中途 刘贤还挖出了一个奇怪的密道 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惨白的人 此时刘贤的心中已经有些不太好的预感 但这仍然没有让刘贤停下来 他坚信 再往下挖自己一定能逃出去 此时的另一边 我们可怜的汤圆大长老冬于右洛里 这家伙当初为了报复刘贤 差点坏了花生大小姐的好事 事后 心狠手辣的花生在将其反复折磨后 直接将其囚禁在了地牢里 这再次加剧了汤圆对刘贤的恨 如果能有机会 他恨不得直接把刘贤给生吃了 话音未落 汤圆头上的屋顶突然开始疯狂地震动 仿佛有一百只老鼠在上面疯狂打洞 突然 只听见啪的一声 牢房顶竟然被凿出了一个大洞 我们的男主刘贤从天而降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挖穿了地牢 可低下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身体下面竟然躺着一个魅力 我靠 这不是汤圆大长老吗 看清对方脸后 刘贤的孔女症再次发落 直接当场被吓退了十几分 与此同时 汤圆大长老一口咬碎了嘴上的束缚 露出了满嘴的尖牙 好家伙 外部的汤圆没有男朋友 这嘴可真不是一般男人能抗住 还有这犀利的眼神 他这是想要杀人啊 刘贤也不傻 他知道汤圆看不惯自己 再这么下去 汤圆恐怕要生吞了自己 没办法 刘贤只好把自己逃离魔教的事情告诉了汤圆 一听这话 汤圆瞬间豁然开朗 他巴不得刘贤赶紧滚蛋 这样一来 就没人能威胁他炼丹大长老的地位了 于是汤圆非但没有杀死刘贤 反而还给他指明了逃出去的 事不宜迟 简单地道完谢之后 刘贤便打算赶紧离开 可就在这时 前面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吓得刘贤赶忙停下了 他探出头一看 我靠 竟然是花生带着韭彩来了 这要是被他俩发现自己要逃跑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没办法 躲又没处躲 刘贤只能又回到了汤圆的牢房 来部解释了 连一抬 不一概 等到花生和韭彩进来的时候 刘贤早就已经咳了起来 此时的他躲在汤圆的衣服底下 连气都不干扯 再加上刘贤患有严重的抗议症 跟汤圆的这波亲密接触死时有点痛苦 然而这还不是最难受的 花生为了将汤圆带走 直接让韭彩将他绑了起来 这一下刘贤是彻底绑不住 随后 花生将汤圆带回到了炼丹房 上一期我们也说了 由于魔教宗主欠了天帝会一大笔钱 人家三天后就要上门讨债了 不过花生大小姐作风一向泼辣 还钱是不可能还钱的 他要跟天帝会决一死战 而想要跟天帝会抖 那就需要汤圆的制毒技术 他命令汤圆在一天之内准备好毒量的毒药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见花生走后 汤圆急忙想要束缚 不料用力过猛 只听见啪的一声 汤圆当场就摔了个人仰马翻 而刘贤那就更惨了 由于长时间跟女孩贴身接触 刘贤的孔女症直接反复发作 最终直接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 见状 汤圆突然露出了一脸惊笑 只要现在趁机把他杀了 那就没人能威胁到自己恋单长老的位置 说完 汤圆直接掏出了一把短刀 并毫不犹豫地朝刘贤砍过去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孔女症吗 刘贤不过是跟女生有了一点小小的身体接触 结果下一秒 他竟然直接口吐白沫晕死了过去 见状 一旁的女人竟突然露出了一脸坏笑 并缓缓地抽出了自己的短刀 他这是要干嘛 这个拔刀的紫发女人名叫汤圆 是魔教日月宗的炼丹大长老 本来汤圆凭借一手炼丹术在魔教混的风声飞起 结果半路杀出了名叫刘贤的厨师 这家伙不仅炒的一手好菜 而且他炒的菜竟然比丹药的功效还要强 这可严重威胁到了他炼丹大长老的地位 于是 在见到刘贤昏迷之后 汤圆竟然想趁机用刀杀了刘贤 可就在他即将得手的一瞬间 刘贤竟突然醒了过来 正如你所见 两人差一点就亲到了一起 这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这要是亲上去了 刘贤多半又要因孔女症发作而昏死过去 刘贤随即大喊道 你靠我这么近的马 见计划失败 汤圆只好尴尬地将短刀藏到了身后 并装作一脸无辜地说道 我刚才见你昏迷 想给你做人工呼吸来着 没想到你又突然醒了过来 刘贤也没有多想 毕竟当务之急是要赶紧逃离魔教 不过临走前 刘贤似乎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他丢给了汤圆一个皱巴巴的纸团 据刘贤所说 这纸团里记载着他黄金菜团子的配方 遥想当初 汤圆仅仅是吃了一颗黄金菜团子 其修为便瞬间突破了三层境界 这么贵重的配方 刘贤在突破重重看守之后 终于是成功逃离了魔教日月中 一想到自己终于重获自由了 刘贤的眼角不禁泛起了泪花 此时他下定决心 自己一定要继承师父的意志 将自己的厨艺传遍五周大陆的每个角落 可就在这时 营练突然过来一辆马车 马车上竟然还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刘贤定睛一看 我靠 车上的人竟然是九彩 九彩身为魔教妖女花生手下的四大护法之一 其对花生也是忠心耿耿 这要是被他知道自己是逃出来了 那刘贤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九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还是因为天下会的事 再有三天的时间 日月宗可能就要跟天下会开展 为此 花生刻意让九彩去唐门采过武器 结果他刚出门 就撞见了想要逃跑的刘贤 不过好在九彩比较天真 他以为刘贤是要跟自己一起去唐门 于是便让刘贤上了马车 可怜的刘贤锦虫获得了一秒的自由 就再次落回到了魔教的手中 画面一准 两人终于到达了唐门 而唐门也不愧是与日月宗齐名的魔教 这壮观程度完全不输日月宗啊 此时的唐门内 我们的唐门大少爷唐初也终于又亮晓了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他 当初在花生和刘贤的婚礼上 这家伙大闹婚礼现场本想抢走花生 结果却不小心喝下了带有迷情药的独酒 在迷情药的作用下 唐初这家伙机不择事竟然爱上了刘贤 自从上次一别 唐初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刘贤 也正因如此 唐初才不顾长老们的反对 并坚持要把武器卖给日月宗 为此 唐初直接跟长老们在大厅上吵架起来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门卫那边也来消息 据两个门卫所说 日月宗拍了的使者已经到门口 可唐初此时正在跟长老吵架 于是便打算让使者在门口等过 可门卫却告诉他 使者里面有一个自称叫刘贤的家伙 一听这个名字 唐初终于暗了不作 只见他两眼放光 如同一道闪电般瞬间冲出了大殿 直奔大门的方向而去 刘贤那刘贤 我终于能再次见到你了吗 这个男人身为魔教唐门的少主人 原本是一个性取向正常钢铁 结果在不小心喝了一口迷情药后 竟然突发恶极 爱上了我们的男主刘贤 当得知刘贤所在的日月宗有难事 唐初不顾长老们的反对 坚持要给日月宗提供武器 最终 长老们实在看不下去 他们决定除掉那个让唐初朝思暮想的 为此 长老们派出了18位身所不凡的女刺客 这些女刺客都曾是唐初的小名 在得知唐初喜欢上刘贤 这些小迷妹也把刘贤当成了警笛 八步地将其碎尸万短 此时的另一面 唐初在见到朝思暮想的刘贤之后 就如同见到食物的恶苦般扑了上去 刘贤一看情况不对 再这样下去自己可能要争操不保 于是他大喊道 九彩快来救我 千军一发之计 九彩一把抓住了唐初的后头 二话不说就是一招原地大公车 直接将其甩飞了数米远 就当九彩拍了拍手以为危机解除时 可定睛一看 自己丢出去的唐初竟然刚好达到了刘贤 两人一起被打飞到了湖中 这下神助攻可把唐初给高兴坏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细水鸳鸯吗 没想到 一个浓眉大眼的刘贤嘴上说着不乐意 身体倒是挺诚实啊 与此同时 前来刺杀刘贤的小迷妹也恰巧看到了这一遍 在他们眼中 这两人分明就是在水中调起 这可把他们给缠坏了 事不宜迟 为了能重新夺回唐初哥哥 他们必须要尽快杀了刘贤这件事 于是 趁着两人去取武器的途中 其中一个女刺客见时机成熟 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飞刀 随后瞄准刘贤的脑袋大手 差那间 脱手而出的飞刀如同一道闪电般朝刘贤袭来 可就在这时 刘贤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之间他突然蹲下身子并大喊道 我的天 竟然是松容 你们唐门里竟然有这种好东西 就这样 刘贤竟然稀里糊涂地躲过了一截 可身后的唐初就没那么心目 飞刀精准地插在了他的脑门上 另一边的刺客们在第一次失手后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他们决定一起发动攻击 差那间 时机把飞刀同时从他们手中射击 目标直指刘贤的后脑 而此时的刘贤还在帮唐初把脑门上的飞刀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最终刘贤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飞刀从唐初脑门上拔了下来 由于他用力过猛 直接当场摔了个人仰马翻 本以为唐初这样一来就没事 可抬头一看 我靠 你脑袋是吸铁石做的吗 怎么上面全是暗器 此时此刻 刘贤终于意识到了他们周围有刺客 小迷妹们得知自己被发现后 本打算重新隐藏起来 可不料九彩却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几人一看九彩瘦得跟个猴子一样 便以为这家伙只是个弱不轻松的省女子 于是二话不说就想要先杀了他 可下一秒 小九彩直接原地报应 瞬间化身肌肉小震开 几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顷刻间便被九彩瞬间制服 至此 唐初也终于看清了这些刺客的真面目 这些人不都是自己的小迷妹吗 那群大长老跟我作对也就算了 怎么连你们也要背叛 可小迷妹们却纷纷表示 唐初哥哥不要误 我们并不是针对 我们是要杀死所有唐初哥哥喜欢人 这样唐初哥哥就是我们了 一听这话 刘初瞬间愣在了原地 看来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 狂热粉丝的极端行为都是时代的不远 而一旁的唐初也彻底目 竟然还妄想伤害我心爱的刘初 你们真是活腻歪了 说完 唐初便想要让他们以死谢罪 可就在这时 刘初却突然拦住他 相比于直接杀了他们 他似乎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这到底是什么名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光是靠近闻一闻就能让人欲罢不满 注意看 随后又撒上了一些自己的秘质佐料 就这样 一道简单的石锅松茸便完成了 仅仅是闻到了飘在空中的香味 一旁的女刺客便已经封不住了 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下一秒 男人一把将烤好的松茸塞到了女刺客的嘴里 松茸入口的一瞬间 他的味蕾瞬间原地爆炸 整个人差点爽到原地起飞 这个男人名叫刘显 本来是世界第一的中餐厨师 结果却意外穿越到了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路 凭借自己那精湛的厨艺 但凡是有人吃过他做的菜 基本上都会瞬间被其征服 从而情不自禁地爱上这个男人 就连刚才想刺杀刘显的女刺客 在吃下刘显的菜之后 也瞬间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而此时的另一边 魔教大小姐花生在得知刘显逃跑之后 直接被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一想到自己之后再也吃不到刘显做的菜了 花生直接开始原地打滚撒破 边滚还边喊道 我不管 我就要吃刘显做的菜 就在这时 魔教的汤圆大长老突然出现在了花生面前 原来在上期的时候我们说过 刘显在逃跑之前 曾把黄金丸子的配方交给了汤圆 有了这个配方 汤圆也坚信自己能做出跟刘显一样的黄金丸 起初花生根本不相信汤圆所说的话 可话音锐落 花生大小姐的眼睛突然闪过了一道金光 他定睛一看 竟然还真是刘显的招牌黄金丸子 你还真别说 光看外表 这几乎跟刘显所做的一模一样 光是看到这道菜 花生大小姐的口水便已经淌下来 抱着无比期待的心情 花生毫不犹豫地将丸子放入了口中 可下一秒 只听见啪哒一声 一整盘黄金丸子直接被花生摔在了地上 这特么是什么东西 又苦又瑟 这是别人吃的吗 原来汤圆所做的黄金丸子 虽然外观看上去跟刘显的差不多之外 但在味道上却是天差地理 再加上花生的嘴已经被刘显饶掉了 所以这种级别的黄金丸子根本入不了他的宝 没办法 还得是刘显来采洗 于是花生下令让日月宗全员出洞 就算搜遍整个五州大陆 也要把刘显给我抓回来 可殊不知 其实当初刘显的逃跑计划根本没有成功 上一期我们说过 在刘显逃出日月宗的一瞬间 他又刚好碰到了打算前往唐门的九彩 于是为了不被九彩查局 他只能跟九彩一块去了唐门 此时的另一点 刘显和小九彩正在赶回日月宗的路上 此时的刘显还想趁机逃跑 可殊不知 花生派出的人早已盯上了他 果然 话音未落 刘显的脑袋便突然被人用麻袋弄住 不知过了多久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非常眼熟的房间 同时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刘显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 没错 此人正是我们的魔教大小姐花生 好你个刘显 咱俩这才结婚三天 你就开始想着逃跑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相公啊 犯了这么大的事 花生必须要给刘显来一点人花 此前入洞房的时候 花生就知道了刘显患有严重的鬼女 只要跟女孩有亲密接触 刘显便会当场晕死过去 于是利用这一点 花生慢慢解开了上衣的扣子 毕竟两人都已经是夫妻了 有点亲密接触应该很正常吧 对付一个患有孔女症的男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女人疯狂折磨她 上期说到 逃离魔教失败的刘显被重新抓住后 魔教大小姐花生为了惩罚刘显 直接亲自上阵 她深知刘显患有严重的孔女 于是 花生一进房间便开始脱衣 打算用自己的身体来惩罚刘显 刘显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了 她只能任由花生疯狂地折磨自己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被折磨了一晚过后 此时的刘显可谓是身心俱疲 可这还没完 还记得之前刘显跟魔教宗主的约定 如果三天之内刘显做不出让宗主满意的事 那刘显注定难逃一死 如今三天之气已到 刘显的最后时刻也要来临了 不过刘显虽然干啥啥不行 但论做菜 她还真是没在怕的 就在刘显准备做菜的同时 我们的汤圆大长老也在一旁偷偷地拿笔记着 这一次 她一定要学会 半个时辰过后 刘显的菜终于做好了 要知道 这道菜的成功与否密切关乎着刘显的生死 可即便如此 刘显的表情却依然非常淡定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刘显缓缓地掀开了锅盖 刹那间 一道耀眼的金光从锅里动发而出 直接闪得众人连眼睛都难以睁开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阵阵扑鼻的香味 这道菜不是别的 正是刘显最拿手的秘制红烧肉 光是闻了闻闻 花生和她的老父亲花钱就已经开始咽口水 而在红烧肉入口的一刹门 花生瞬间就绷不住了 肥而不腻的口感再加上鲜甜浇错的口味 这一口饱含汁水的肥肉下肚 花生整个人都差点飞了起来 而最夸张的还是老爹花钱 这一口下去 直接让他梦回18岁 并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初恋 果然 刘显在做菜这一方面就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而结果也很明显 刘显顺利通过了花钱的讨核 抱住了自己的一条小笔 然而还没等刘显来得极高兴 意外便发生了 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日月宗 此人正是天下会的胡椒会长 原来 今天不只是刘显讨核的日子 同时还是天下会上门讨债的日子 之前我们也说过 魔教宗主花钱人如其名 真的就是只会花钱 喜欢跟人赌钱也就算了 关键还逢赌壁书逢书壁 半年下来 日月宗直接欠了人家天下会一大笔应斩 这会儿人家找上门来了 身为宗主的花钱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身为魔教日月宗的宗主 花钱可是堂堂的九阶无耻 其战斗力绝对不输胡椒会主 话音未落 气势如红的花钱笔直地走向了胡椒 眼神中满是杀气 光是这股气势 就让胡椒会长有些心慌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可胡椒这边话才刚说到一半 花钱便一个剑步冲到了他的面前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胜负已分之时 花钱却突然跟胡椒擦肩而过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窜到了屋顶上就跑路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身为日月宗宗主的花钱直接选择了逃跑 这么大的烂摊子一下子就落到了花生的头上 见状 胡椒会长也不装了 他此行不仅要讨战 更要一举拿下日月宗 你们魔教中人难道都跟衣服有仇吗 胡椒身为堂堂八阶舞者 对着实力烧刺一等的花生一顿疯狂输出 可一波操作下来 花生人没事 衣服却全被撕烂了 看来跟战斗力没啥关系 女生打架的关键就在于撕衣服 我们的男主刘贤本想趁乱逃离魔教 但眼看着花生结结败底 考虑到自己跟花生毕竟是夫妻一场 虽然自己是被迫与他成亲的 但关键时刻 刘贤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千军一发之际 刘贤果断地丢出了自己的菜包 并成功从胡椒手中救下了花生 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下是彻底惹怒了胡椒 还没等刘贤看清他的动作 胡椒便一个剑步冲到了他的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一击中拳打在了刘贤的想腹上 八街舞者果然不意买 这一下直接打得刘贤口吐心思 差点就当场昏死过去 这还没完 胡椒在解决掉刘贤之后 又把目标转向了花生 毕竟花生是日月宗现在的独脑 只要抓住他 那日月宗便会群龙无首刃他板 可关键时刻 刘贤直接从当里掏出了一颗烟雾弹 这一发烟雾弹下去 场面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 根本无法看清对方是谁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花生趁机逃跑 但可惜 胡椒早已牢牢抓住了花生的胳膊 现在没人能阻止他了 很快 胡椒便趁乱将其装在了麻袋了 得手后的胡椒二话不说就要开溜 天下会众人得知花生被俘虏之后 也没有恋战 纷纷都跟着胡椒选择了撤口 只留下了一脸猛圈的日月宗这年 自己的老大被人抓走了 那日月宗必将毁一旦 可就在这时 竟然是花生大小姐 这下可奇了怪了 花生大小姐既然没被抓走 那胡椒的麻袋里装的是谁啊 画面一转 胡椒正背着麻袋在挡回天下会的路上 此时他心想 有了花生在手上 那日月宗就已是他的囊灯之物 自己一统三大魔教的愿望指日可待 可就在这时 也许是被憋坏了 麻袋里的人突然啪的一声探出了脑袋 胡椒定睛一看 我靠 怎么是的男人啊 我发生哪去了 得知自己抓错人的胡椒彻底怒了 他恨不得当场就杀了眼前这个数次妨碍他的男人 可就在这时 手下的人告诉他 这个男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花生的项目 一听这话 胡椒的眼里瞬间就有光 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胡椒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股意味深长的奸行 而此时的另一点 日月宗的众人在将宗门翻了个底朝天之后 都没有找到刘贤的身影 至此他们也都清楚了 被胡椒抓走的人正是刘贤 花生心里非常明白 刘贤是为了就自己才被抓走的 所以他绝不能做事不顾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刘贤给抢回来 与此同时 花生的父亲花钱正站在屋底上 刚才发生的事情他都看见了 刘贤这小子果然没让他失望 而他之所以一直没出手 主要是因为他的伤还没有痊愈 贸然出手恐怕也是白点 在他养好伤之前 一切只能看花生的了 而此时的另一边 刘贤已经被胡椒打入了天下会的大楼 等待他的除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之外 胡椒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可爱的御友 相信光是那个家伙 就能让刘贤感受到生不如死的滋味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毒的女儿 为了折磨男主刘贤 胡椒会长在将刘贤打入地牢后 还贴心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可爱的御友 此时的刘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隐约感到有双恐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刘贤颤颤巍巍地回过头一看 突然 阴暗的角落里竟然窜出了一个女儿 而且这家伙就像发了风势地扑向了自己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自己的脖子就已经被他死死地掐住了 而此时的另一边 监狱的守卫也找到了胡椒会长 把刘贤跟那个疯婆娘关在一起 这确定没问题吗 那个疯婆娘要是发起疯了 刘贤这小身板可活不过一天 到时候我们的人质计划岂不是要泡糖了 可胡椒却告诉她不用担心 那疯婆娘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根本没力气杀人 顶多就是让刘贤生不如死罢了 此时的另一边 虽然刘贤成功挣脱了束缚 并一拳打飞了眼前的这个疯女人 可话音未落 这个疯女人却再次疯狂地朝刘贤扑了过来 再这样下去 刘贤非得被他生吞了不可 他必须要反击才行 说完 他先是利用惯性将其顺势甩在了墙上 随后他又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菜刀 用刀被中击了他的后脑 这一套操作下来 疯女人直接被打趴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隔壁牢房的囚犯告诉刘贤 这疯女人可是有五接五者的实力 没想到你竟然能打得过他 还真是有一手啊 而刘贤也明显注意到 自己的功力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 然而刚开心了没一会儿 那个疯女人竟然又爬了起来 为了以防万一 刘贤再次抄起了菜刀 对着她的脑袋一顿疯狂输出 然而打着打着 那个女人却突然抱着脑袋大喊了 憋打了憋打了 我已经清醒了 说完 女人还连忙对着刘贤道歉 原来 这个可爱的女孩名叫马铃薯 他表示自己的身体有时候会不受控制 所以才会发疯乱伤人 不过刚才刘贤那一下已经把他打清醒了 然而就在这时 隔壁牢房的蝎子哥也说话了 他表示这家伙现在的清醒状态只是暂时 你刚才只是暂时阻止了他发谋 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果然 话才刚说到一半 马铃薯的状态又不对劲了 而且这一次他好像比上一次还要疯狂 连续的进攻让刘贤毫无招架的威力 好家伙 难道就没啥方法能够阻止他吗 千钧一发之急 隔壁的蝎子哥又说话了 他表示能让马铃薯冷静下来的方法只有一刻 那就是让他吸垢毒量的鲜血才行 眼看马铃薯张开血盆大口 逃自己哭了鬼 刘贤可不想被他活活咬死 于是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一口咬破了自己的嘴巴 想喝血是吧 那我就让你喝个够 说完 刘贤直接对着马铃薯一口亲了上去 蝎子哥果然没撒谎 吸垢血后的马铃薯两眼一亮 整个人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可刘贤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一下差点没给他吸干了 本以为吸了自己这么多血就可以了 可马铃薯却告诉他 这点量最多只能让他维持一天 一听这话 刘贤整个人都傻了 这要是每天都来吸一次 那不出两天自己指定要被炸成干尸 难不成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可就在这时 透过马铃薯的脸色 刘贤似乎从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面如哭辣嘴唇发紫 你这身体上明显是有中毒的症状了 一听这话 马铃薯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也算你好运 刘贤我可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你可知道 在中餐里有一个叫做食疗的东西 说完 刘贤还跟隔壁的蝎子哥借了几只蝎子 接下来 就是你刘贤哥我展现技术的时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已毒攻毒吗 注意看 这个男人将手中的一坨黑色的不明物品 一把塞入了眼前的黄发妹口中 而就在此物入口的一瞬间 黄发妹突然感到一股神秘的能量涌入了她的身体 下一秒 黄发妹更是直接当场来了一波暴衣 仿佛整个人都要炸开了 然而 这突如其来的暴衣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虽然过程有些奇怪 但在吃下刘贤亲手所致的黑暗料里头 马铃薯身上的毒竟然全都消失了 不仅腰不酸腿不疼 甚至连说话都变得利索 不过 怎么就是突然感觉身体凉嗖嗖的呢 马铃薯随即低下头一看 她这才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全开放状态 见状 刘贤只好将自己的外套借给了马铃薯 在得知刘贤刚才救了自己一命之后 激动的马铃薯直接一把扑倒了刘贤 她表示要用自己的身体好好感谢一下刘贤 可要知道 刘贤这家伙可是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万一跟女孩子产生亲密接触 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画面一转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胡椒会长正在一脸享受地泡着温泉 当初胡椒在把刘贤关入地牢后 为了能让刘贤体会一下身不如死的感觉 她特意把刘贤跟马铃薯关在了一起 本以为残暴的马铃薯会将刘贤折磨得碰入浴室 可没想到马铃薯非但没有伤害刘贤 反而还跟个狐狸精一样缠上了刘贤 不过话又说回来 刘贤已经被关起来这么久 怎么日月宗那帮人还不来座坛了 然而花音未落 一枚巨大的炮弹突然从天而降 差一点就砸在了胡椒的脑袋上 吓得胡椒赶紧穿上了外套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此时花生已经扛着红衣大炮来到了山下 他冲山上的胡椒喊话 赶紧把刘贤还给我 否则我就要诈拼你们的山头 这下胡椒人都少了 他早就想到了花生会来救刘贤 可是他没想到花生竟然如此猛 难道花生就不害怕我杀了他相公刘贤吗 行 既然是你先动的手 那你可就别怪我对刘贤动手了 与此同时的山下 小九彩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咱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进攻 他们不会狗急跳墙杀了刘贤吧 然而花音未落 一旁的汤圆大长老瞬间就急眼了 众所周知 汤圆大长老向来看不惯刘贤 他巴不得刘贤死于分 所以他才会故意叫唆花生对胡椒发动炮击 目的就是借胡椒之手除掉刘贤 而此时的监狱里 刘贤也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为了能逃出监狱 刘贤将自己制作的黑暗料理 一一分给了其他囚犯 囚犯们在吃下刘贤的黑暗料理后 其功力也瞬间恢复大板 在众人的帮助下 刘贤终于是逃出了这该死的监狱 而在刘贤逃跑的途中 由于他实在是太久没吃饭了 鸡肠碌碌的他还顺手做了一碗白菜粥喝 然而刚吃了没两口 一个炮弹突然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砸在了刘贤的身袍 刘贤抱着他的白菜粥从山顶 直接滚到了拜山腰 虽然刘贤命大没有被摔死 可就在这时 刘贤突然感到自己的身后 有股不含而立的杀气 回过头一看才发现 自己竟然刚好撞上了 前来杀他的胡椒会长 连刚做的白菜粥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面对早已火冒三丈的胡椒 这下刘贤是彻底慌了 然而 就当胡椒准备动手杀了刘贤时 他脑袋上的白菜粥 却刚好流到了贼里 可恶啊 你究竟在粥里放了什么米啊 魔教的胡椒会长 在尝了一口刘贤亲手制作的白菜粥后 整个人瞬间就封不住了 话音未落 胡椒会长更是直接来了波原地报音 他这是第一次喝到如此美味的白菜粥 简直让人无法自拔 再将一整碗白菜粥全都喝下后 胡椒会长显然还不满足 这时 他注意到了刘贤的脸上还有些白菜粥 于是他立马便扑了上去 二话不说便要对着刘贤脸上的白菜粥一个名字 与此同时 前来营救刘贤的花生也终于反应 听到前方刘贤的声音后 花生激动地大喊道 老公你坚持住 我马上就来救你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一幕便彻底让他省了眼 在将刘贤脸上的白菜粥铁的一干二净后 胡椒还是没有满足 然而就当胡椒再次靠近刘贤时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喊声 赶紧放开我的老公 话音未落 护肤狂磨花生突然从天而降 只见他指着胡椒的脑袋喊道 臭女人离我的相公远一点 然而一听这话 胡椒反而更来病了 在得知刘贤是个厨师之后 胡椒便想要彻底的独占刘贤 两个女人一言不合 便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可花生毕竟只是一个六阶五指 他完全不是胡椒的对手 眼看花生味就自己陷入了危险 就在这时 刘贤也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只见他突然从兜里掏出来了一个大红瓜 随后二话不说便一口咬了下去 此时胡椒和花生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秒 一股巨大的绿色能量突然从刘贤的体内爆发 等到胡椒反应过来的时候 刘贤的拳头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这一拳最终还是没能打到胡椒 但巨大的冲击力着实让胡椒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初步判断 这一拳起码有六阶五者的实力 也就是说 胡椒现在要同时面对两个六阶五者 可即便如此 胡椒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慌张 因为他知道刘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孔女症 果然 一听到孔女症这三个字 上一秒还威风凛凛的刘贤瞬间就有些慌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胡椒便突然顺身到了刘贤的身后 并当场给刘贤来了一波怀中暴妹杀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算是彻底击中了刘贤的命 幸亏花生即使将刘贤从他手中救了下来 否则刘贤怕不是要当场猝死 这还没完 明确了目标后 胡椒便轻轻拍了拍手 差那点 数名胡椒的女刺客便赢落位了 几人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 直接一拥而上死死地抱住了刘贤 这下刘贤人是彻底骂了 一个妹子就够他受得了 这一群妹子一拥而上 这他是真扛不住了 很快刘贤便瞬间四肢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就当刘贤以为自己完蛋了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刘贤抬起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马铃薯来帮忙了 很快 在马铃薯的帮助下 挂在刘贤身上的妹子眨眼间就被解决掉了 刘贤哥哥的身体是属于我们 说完 马铃薯便一头扎进了刘贤的环页 这下该轮到胡椒头疼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马铃薯竟然投靠了刘贤 如此一来 场面形势瞬间来了波两极反转 在马铃薯的帮助下 最终双方都站置了惊蹄力竞 虽然花生和马铃薯都已经累得站不起了 但胡椒也早已经体力不止 他回过头一看 发现刘贤正在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一决胜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刘贤的手上 为避免夜长梦多 刘贤直接拿起菜刀对着了胡椒 可没想到 胡椒竟然还藏了一手狠刀 就在刘贤冲上来的一瞬间 胡椒直接大手一挥 当场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可怜的刘贤仅仅是因为炒得一手好菜 结果却因此被三个魔教妖女给同事盯上 而这三个妖女为了争夺刘贤也真可谓是负责受贷 这天晚上 刘贤正在像往常一样在房间里舒舒服服地泡澡 可就在这时 门口却突然传来了急吐的敲门声 刘贤本想穿上衣服去给对方开门 结果他刚一从早门里站起身 对方却突然推门而入 开门的正是刘贤的头号响名妹妹猴子 正所谓来得倒不如来得起 刘贤这一波直接让马铃鼠给看了个干净 害羞的马铃鼠赶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不过虽然捂了 但又好像没完全捂了 刘贤一看情况不对劲 便想要赶紧去穿上衣服 然而越急就越容易出瘟 只见刘贤突然脚底一把花 直接身体视横朝身后栽了过去 一旁的马铃鼠见是鼓掌 连想都没想便想要冲上去接住刘贤 不过虽然接了 但好像又没完全接 最终俩人直接双双栽档进了澡盘里 好家伙 这一幕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太对劲呢 然而这还没完 就当刘贤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怎料马铃鼠突然一把死死的抱住了 好不容易跟刘贤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马铃鼠怎会轻易放我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马铃鼠二话不说就要给刘贤检查身体 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的一瞬间 门口却再次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而敲门的人正是我们那心狠手辣的胡椒会长 听到胡椒的声音后 刘贤整个人都麻了 这要是被胡椒看到自己跟马铃鼠的罪名 那胡椒不得生吃了他呀 于是刘贤便以正在洗澡为敌 想让胡椒在外面等他一擦 然而一听到刘贤正在洗澡 胡椒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股坏笑 只见他突然一把推开了房门 说是要亲手帮刘贤脱脱脱 这下可把刘贤给吓坏了 不过好在马铃鼠及时将头埋进了洗澡水里 不然是真要被胡椒发现 然而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 看到刘贤正在洗澡 胡椒二话不说直接脱去了自己的外套 表示要亲自帮刘贤脱脱脱脱 这下刘贤人是彻底麻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可霸道的胡椒可不管你愿不得 等老娘霸王因上公好 到时候你不愿意也得愿意 水下的马铃鼠在听到胡椒说的话之后 都不禁在心里啊啊骂到胡椒是个老流氓 可就在这时 他转过头一看 发现刘贤的下方突然一军突起 这下把马铃鼠人都给看傻 没想到你跟刘贤嘴上说的不愿意 身体倒是挺诚实啊 而与此同时 胡椒也已经跳进了房门 而就当胡椒准备给刘贤检查身体 下一命 胡椒却突然从水里摸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摸到这个东西之后 胡椒突然露出了一脸兴奋的神奇 没想到你这个家伙嘴上说着不愿 身体却很诚实嘛 赶紧亮着项目大了 说完 只见胡椒突然用手猛的一拉 可仔细定睛一看 我靠 怎么是条胳膊啊 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怎么还是个人 这下场面瞬间陷入了持续性感大 马铃鼠眼看事情败露 那自己也不装了 只见他突然一把拢住流弦病害了 我喜欢流弦我摊牌了 一听这话 胡椒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正所谓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于是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魔教大小铁花生 也刚好路过了流弦的房子 在听到房间里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后 好奇的花生不断地推开了房门 然而眼前的荧幕却直接让他看伤 上期说到 这群魔教妖女简直是脸都不要 为了抢夺流弦 他们竟然趁流弦洗澡的时候 发起了偷袭 最先到场的是马铃鼠和胡椒 这俩人为了能独占流弦 直接在澡盆子里动手打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魔教大小姐花生也终于来到了流弦的房间 在听到房间里有音符后 花生二话不说便赶紧冲了上去 可进去后定睛一看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花生愣住 好你个流弦 竟然敢背着我跟这种事 还没等流弦来得及解释 愤怒的花生便迫不及待地要把流弦给上去 最终 三个魔教妖女为了独占流弦直接撕破了 很快三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场面瞬间乱成一团 而流弦也趁机逃了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流弦这边刚逃出来 结果就被汤圆大长老给盯上了 与那仨人费尽心机想独占流弦不脱 汤圆从始至终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流弦 眼看流弦正成船在湖面上 汤圆也知道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他二话不说 直接用嘴叼着自己的冲击钻就下了手 打算从水底给流弦来一波气息 可就当汤圆即将靠近船底的时候 他却突然游不动了 低下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左腿竟然被海草给缠住了 而与此同时 咕噜咕噜的水泡也引起了流弦的注意力 如果汤圆再不赶快行动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要被流弦给发动 千军一发之际 汤圆赶紧抛出了自己的离手 另一刀斩断了缠在腿上的海草 虽然成功摆脱了束缚 可他在水里逗留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最终汤圆还是扛不住了 而与此同时 看着水面上咕噜咕噜的大水泡 流弦心想 这水底下不会是有一条大鱼吧 可事实证明流弦想多了 大鱼没有 美人鱼倒是有一条 就在这时 因严重缺氧而昏迷的汤圆也终于浮出了水 看清楚对方是汤圆后 流弦人都懵圈了 这丫头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流弦有点想不明白 但现在这情况好像还是救人要紧 水性本就不好的流弦本想下手去捞 结果却不小心抓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此时的流弦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家伙 这 这未免也太刺激了吧 不仔细看还好 这仔细一看直接让流弦的孔女正当场发作 随后更是双腿一轮 两人直接扑通一声双双栽进了河里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胡椒花生和马铃薯三人还在房间里不可开交 可打着打着胡椒终于发现了活动机 他回过头一看 哎 我老公流弦呢 此话一出 马铃薯和花生这才意识到 流弦竟然不见了 画面一出 幸运的流弦并没有被淹死在谁 而是被湍急的河流给冲到了暗里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可一旁同样被冲上岸的汤圆就没那么心理 眼看他迟迟昏迷不醒 流弦心想这家伙不会是被淹死了吧 为了以防万一 流弦还特意检测了一下汤圆的呼吸 结果很不幸 他已经感觉不到汤圆的呼吸了 可即便如此 流弦还是觉得能再抢救一下 事到如今他也不在乎自己的瘾症 只见他突然吸了一大口气 打算给汤圆做一波人工呼吸 而就在这时 汤圆却突然醒了过来 眼看流弦马上就要亲上自己 而汤圆却并没有反抗 然而就在流弦的嘴唇即将碰到汤圆的一瞬间 汤圆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起 随后 他更是突然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 露出了自己那锋利的鲨鱼尺 他这到底是要干嘛 男孩子们千万不要乱给妹子做人工呼吸 否则后果将会非常可怕 面对溺水后一直昏迷不醒的汤圆 男主流弦在尝试了所有急救方式无果后 便决定给汤圆来一拨人工呼吸 只见他先是猛地吸了一大口气 随后便开始慢慢地向汤圆的嘴唇靠起 可就在这时 汤圆却突然睁开了眼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在看到流弦的大嘴唇 汤圆却并没有抗住 难不成汤圆这是想体验一下男人的胃口吗 而就在两人的嘴唇即将碰到的一瞬间 汤圆却突然露出了一股稀利且凶恶的眼神 并同时张开自己的血皮大口 露出了两台尖锐的鲨鱼尺 直接把流弦给咬的满口气 此时流弦人都麻了 我好心就你了 你要我干嘛呀 可话因为路 汤圆直接反手一刀刺向了流弦 得亏流弦闪避及时 否则这一刀下去流弦恐怕就要摆给了 同时汤圆还大骂流弦是个流氓 竟然趁自己昏迷的时候对自己同谋不谷 流弦本想解释 可这里毕竟是异世界啊 这里的人哪懂什么人工呼吸啊 流弦本想先让汤圆稍微冷静一下 可就在这时 正在拔刀的汤圆突然用力过猛 身体直接失去平衡向后栽了过去 恰好跟身后的流弦撞了个人养满饭 众所周知 有时候男人的小老弟确实不太好控制 而汤圆也感觉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身后的眼睛看下 小脸刷的一下就突然变得通 这下是真没法解释 汤圆的眼神中瞬间充满了杀气 恼羞成怒的他直接拔刀刺向了身后的流弦 不过流弦也好歹是一个厨师 这么多年的饭也没算百事 他不仅空手接住了汤圆的权力一字 还反手来了一击二指尘 将汤圆的祖传匕首给碎成了两半 没了凶器 这下我看你怎么杀我 可就在这时 汤圆直接一把哭了上来 我就算是用牙咬 也要把你给咬死 好家伙 这是有多大的仇恶 下一秒 流弦却突然从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看到这东西以后 汤圆立马就老实了 怎么样 我身为一个厨子随身带把菜刀应该很合理吧 终于 在流弦的一番好言相劝之下 汤圆也终于冷静了下来 毕竟现在的情况是 俩人被困在一座孤岛上 却可不是搞窝里斗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先想办法回去 可话音未禄 两人的肚子却不约而同 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 看来当务之急还是得先填好路 那这就到了流弦最擅长的人 对于一个优秀的厨师来 即便深处孤岛那也丝毫难不住他 只见他先是通过钻木取火的方式弄到火 随后又随手从树林里 打了一只迷路的布 看着这只可爱的小白兔 流弦的脑子里 瞬间省过了小白兔的一宝饼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汤圆看不下去 兔兔这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是兔兔 然而花音未禄 只见流弦突然手起刀落 可爱的小白兔瞬间上了天堂 还没等汤圆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一道喷香的异式剑烤兔 这已经完成了 说完 流弦还扯下了一根兔腿 不断让汤圆尝 可汤圆身为爱兔兔协会的副女席 她就算是饿死在这黄套上 也不会吃你一口腹肉 可下印了 好兔肉的香味就抛到了汤圆的底子 流弦也不会是世界第一厨师 厨艺的确是没话 汤圆光是轻轻闻了一下 她的身体便已经开始不止不住 就连双腿也开始止不住的看脑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啊 话音未落 流弦直接手起刀落 瞬间便送可爱的兔兔上了天堂 看着眼前伸手一出的兔 我们的汤圆人都什么了 这么可爱的兔兔你都吓得去手 你还是人吗 然而话还没说完 流弦这边一道喷香的烤兔肉便已完成 随后 流弦还贴心地扯下了一根兔腿 打算让汤圆尝一尝 可汤圆身为爱兔兔协会的副主席 她扬言自己就算是饿死在这座孤岛上 也绝不会吃你一口醋味 说完 汤圆还气汹汹地转过了身体 然而下一摇 烤兔肉的香味便顺着空气飘到了汤圆的面前 而流弦也真不愧是世界第一中菜厨师 厨艺确实是天下无敌 汤圆这边仅仅是闻了一口香味 她的身体就已经把吃不住了 上一秒汤圆还在帮死去的兔腿操作 结果下一秒 汤圆便立马朝流弦手中的兔腿 不过好在流弦反应及时 让汤圆这一口下去吃了个空 这下流弦是彻底供不住 你不是死也不吃兔肉的吗 怎么这就反悔了 此时的汤圆也不装了 我喜欢吃兔子我摊牌了 快把那该死的兔腿塞我背里 说完 汤圆再次张开血盆大口 陶流弦手中的兔腿出了什么 而流弦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将完整的一块兔腿都给了他 在兔肉入口的一瞬间 汤圆的整个身体都快要融化了 这酥脆的外皮 这仅是弹牙的兔肉 这口感 就像是有一百只兔子在嘴巴里跳舞 虽然身为炼丹师的汤圆 一直瞧不起身为厨师的流弦 但人的味蕾不会说话 此时的汤圆还是挺佩服流弦的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草丛里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词 好奇的流弦本想靠过去查看 可突然间 草丛中突然窜出了一个神秘的声音 还没等流弦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对方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方 这一下直接打了流弦一个措手路 锋利的匕首瞬间划伤了流弦的身体 健壮 一旁的汤圆人都懵圈了 这家伙特么谁啊 怎么二话不说就要杀人了 可话还没说完 对方竟然再次拔刀冲了上来 虽然流弦及时抽出太刀挡下了这一击 但对方的实力明显是要高自己一头 见识不妙 一旁的汤圆赶紧逃对方丢出了几个小 可这种程度的攻击未免有些太紧了 对方反手一刀下去 便将汤圆的暗器给切成了碎片 可就在这时 汤圆的脸上却突然露出了一股尖笑 一时间 大量的毒烟突然从对方的底下放下 卑鄙小人 你竟然用你 说完 对方便应声你 眼看他就要晕死不死 汤圆也没来得及多想 便赶紧给流弦喂下了几个蛋 直到流弦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 汤圆这才平过来 不对啊 我的任务不是刺杀流弦吗 我怎么把他给救活了 此时的汤圆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流弦已经有了一丝奇妙的情绪 在救下流弦之后 汤圆还从刚才的刺客身上发现了唐能的令牌 在看到唐能的令牌后 流弦简直是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唐能的少主可是唐 这家伙对流弦可谓是朝思暮想爱如鲁 怎么会派刺客来暗杀他呢 可话因为路 远处再次传来了一大批唐能刺客的声音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疯狂的魅力 他是唐能少主唐初的亲妹们 为了能练成传说中的百毒玄弓 这妹子从来没有喝过一滴水 直接把最猛烈的毒药拿来当审核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知这样修炼了多久 妹子终于练成了百毒不侵之体 达到了百毒玄弓的大力 不过在得到力量的同时 妹子也付出了惨痛的内容 由于长时间服用大量毒药 妹子的体重直接翻了两天 从一个身材高草的翩翩上 变成了如今这副女的 上期说到 在唐能山崩的危险时刻 唐初为了救流弦 导致自己的左腿直接被锯石压断 而妹妹唐人在看到哥哥灌了之后 直接吓得当场晕露 画面一转 等到妹妹唐人同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自己静人光的声音 与此同时 一旁的刘贤见她醒来之后 便端着一碗粥走了过 昏迷了那么久一定未来 赶紧先喝碗粥吧 可怎料唐人不但不领听 还差点一把打翻了刘贤手里的粥 刘贤也是无奈 你都快瘦成猴子了 还不赶紧多吃点东西补一补 然而一听这话 唐人却突然一愣 你刚才说什么 瘦 说完 唐人赶紧起身照了照镜头 结果眼前的一幕直接让她愣 自己竟然真的变成了以前的魔 据刘贤所说 昨晚在她昏迷的时候 刘贤给她喝下了 可以用来排毒的五毒汤 说完 刘贤还一脸嫌弃的 看向了地上的那摊 浸满毒素的衣服 你这孩子到底是吃啥长大的呀 怎么200斤的体重里面 起码没有100斤 这味道简直是辣眼睛 一听这话 唐人还以为刘贤是在羞辱她 只见她突然起身大喊道 这个白痴 既然嫌弃的话就赶紧滚出去啊 然而就在唐人说这话的时候 怎料情绪一激动 导致身上用来遮挡的被子突然脱落 你说奇不奇怪 虽然唐人一晚上瘦了100斤 但这不该瘦的地方 真是一点都没少肉啊 刘贤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大 当场就一口鼻血子喷了嘴 而唐人也很快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好你个臭色狼 竟然敢占老娘的便宜 看我不杀了你 而与此同时 一直躲在帐篷外面的唐人一听里面 空子 便打算进去瞧一瞧 可进去定睛一看 好家伙 你俩怎么会玩啊 不打扰啊 说完 汤元便赶紧又溜了回来 这下可误会大了 恼羞成怒的唐人 这下是彻底封不住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掐住了刘贤 说是要让刘贤 常常摆服玄公的厉害 可刘贤却劝他 还是别白费利息 在你身体里的毒素被排断 你的五毒玄公 当然也已经被毁了 刘贤的这句话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狠狠地披在了唐人的口上 那这么说来 自己多年的修炼 岂不是白费了吗 而且最要命的是 由于唐门被毁 身为唐门少主的 他岂不是要无家可追了吗 于是画面一转 刘贤只能先把唐人 带回了日月中 结果刚一进门 刘贤就被花生给带住了 好你个刘贤 竟然还敢往家里带狐狸几 说完 花生一言不合 直接掏出了一把底 当场就要给刘贤做绝育手 吓得刘贤赶紧解释 难道不认识他了吗 他可是唐门的大小姐唐人了 因为唐门被毁才被破壞 一听这话 花生人都懵了 唐门的大小姐 不是那个丑八婆吗 什么可能会是他 然而一听丑八婆这三个词 唐人也忍不了 原来你就是那个脾气暴躁 性格有趣的日月中的 金日一见 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模一样了 说完 唐人又反手一把 搂住了流行病毒 跟这种暴脾气的女人 闻过日子 我看你还是把这种女人 乖乖做我的男人 这个可怜的男人 身为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因为炒得一手好菜 结果却被三个魔教妖女 同时冰场 三个魔教妖女 为了独占流行 甚至不吸出卖色情 而率先发难的 就是我们的唐门大小姐唐人 她表示只要流行肯入罪唐门 那别说是自己的身体 到时候唐门上下的 所有灭子就都送出来 当然 如果你的口味比较起色的话 那我唐门的金状汉子 也做不出来 保证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一听这话 一旁的日月宗大小姐花生 可坐不住 再怎么说我和流行 也算是正经结果婚 哪轮得到你在这狗 说完 花生直接掏出了 自己的四十米大肩膀 二话不说 就要卡了唐人这个狐狸精 而就在这时 天下会会找胡椒也赶不过 这位更是重量级 要知道当初流行在昏迷的时候 胡椒曾趁机 把昏迷的流行 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并得流行困体的生意 教会了她很多技巧 单凭这一点 胡椒自认为流行非自己卧视 然而一听这话 花生更来气了 好你个臭不要脸的 睡了我刚过门的相公 还好意思说 就这样 三个魔教妖女 谁也不让谁 直接当场就打了起来 可要知道 这仨魔教妖女 所修炼的功法 互相克制 就如同剪刀石头 不一般互相制约 说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可到头来 反而是谁也奈何不懂谁 最终 三个魔教妖女 一拍即合 既然没法独占流行 那不如 我们就把她给平分了吧 要知道 流行一直心心念念的饭装 也马上就要建成开业 而流行作为 这个世界里唯一的处施 我们只要牢牢地 把流行控制在手里 那凭借着流行 神乎其神的主 到时候一定会有 更多的人加入 到那时候 我们三大魔教 必然能称霸五周大 不得不说 三大魔教妖女的 这一计划简直完美 既满足了流行 开饭装的愿望 又可以借此机会 发展魔教的势力 的确算得上 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可殊不知 在与此同时的皇宫 一个身着除师服的皇伴 女孩正站在圣皇的面前 只见女孩的手里 正端着一边很紧 而摆在她面前的 则是一道道本 不该出现在 这个世界的戏残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说过 流行当初是为了 就一个坠楼的女孩 直接奋不顾身地 从楼顶一月而已 这才意外穿越到了 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物 可流行一直不知道的是 当初坠楼的那个女孩 也已经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女孩名叫西米露 她等流行可是老同手 流行是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而她西米露 则是世界第一西餐厨师 皇宫里的人 在亲口品尝到西米露的西餐厨 连同圣上在内的所有人 无一例外 全都被这一道道 从未见过的东西 要知道在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物 就连圣上也从没尝过如此美 于是圣上二话不说 直接封西米露为御用图室 无论是黄金还是宅子 只要你想要的 郑同同都能跟你 可西米露却表示 自己不需要黄金 也不需要宅子 只需要圣上帮自己找一个人 一听这话 圣上不仅好奇地问道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还能比黄金珍贵了 而西米露则严肃地回答 一个男人 一个对自己非常重要 这个男人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中餐厨师 但凡是有人吃过他亲手做的菜 那么不管你是男女还是老公 都会瞬间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然而因为一场意外 刘贤竟然穿越到了 没有料理概念的五周大物 由于这个世界没有料理这一根 所以这里的人 每天都只能靠吃苦味的单位 他们吃个饭 简直比我们吃药还要痛 而后来在三大魔教殃女的帮助下 刘贤惺惺惺惺的中餐馆终于在五周大陆开一 要知道 开饭馆可是刘贤身为一个族师的终极梦想 此时的他内心别替有多激动 正所谓情到深处男自己 只见刘贤突然一把钻着花生的小手 看着你浓我浓的架势 难道说刘贤终于要向花生起来了吗 一想到这里 连花生都不免紧张了起来 然而就差灵灵一紧的事 一旁的小九彩见状却突然好奇地问道 刘贤哥哥 你的孔女症想起来没事了 好家伙 你不说我还真给忘了 就是因为小九彩这一提醒 刘贤的孔女症竟然再次发作 瞬间便开始头冒冷汗身体发作 这下别说是表白了 就连跟花生对视一眼都难受 于是刘贤便想找个借口赶紧离开 好家伙 你把我花生当什么人了 老娘的情绪刚被你挑起来 结果你特么跟我说完事了 说完 花生便一把强行搂住了刘贤 这下刘贤可是更攻不住 你你你要对我干什么 一看刘贤这么紧张 花生不禁有些吃醋的问道 我之前可挺说了 你曾经当溺水的汤圆做过灵工夫妻 汤圆就不是女人了 为啥你跟别人亲密接触的时候不犯恐 反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一听这话 刘贤人都麻了 看着一旁还在装作若无其事的汤圆 刘贤忍不住大喊道 好你的汤圆 你咋就一点秘密都守不住了 我当时可是为了救你的命 然而花音未落 花生便突然加进了刘贤的口 并娇羞的问道 难道我不是你的真牌娘子吗 然而花生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刘贤却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 还是装作一副挺不懂的样子 一听这话 花生人都快要被气晕了 只见他二话不说 直接来了一句花生飞机 瞬间将刘贤踹出去了几十米月 赶紧滚去做菜吧 活该你一辈子单身 虽然骂得比谁都狠 但在花生的心 刘贤已然成了他最重要的人 曾经那个兴奋什么辣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魔教妖女花生 如今却变成了这副多愁善反的魔教 真是令人唏嘘 不过花生这一脚也是真 好全没给刘贤的脑门踹踩滑 再把脑袋从墙里拿出来 刘贤赶紧环顾了一下四周 再确定四下无人法 刘贤也是彻底绷不住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凑 自己刚才竟然差点对花生心动 一想到这里 刘贤便开始疯狂的拿脑门砸抢 并在心里不曾的梦里 刘贤那刘贤 你的梦想可是弘扬中华美食啊 女人只会影响你拿菜刀切菜的作物 一想到这里 刘贤便又瞬间来进去 再加上今天是开业的第一天 所以我必须要做一道 能够振紧所有人的梦 话音未落 一个熟悉的生意 突然出现在了刘贤的眼睛 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只老母鸡 这家伙可是咱们的老熟 有人还记得这只鸡的故事 上期说到 厨师刘贤心心念念的饭桩终于开业了 开业第一天 刘贤的小饭桩便挤满了 不过别误会 此时的刘贤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还以为这几个壮汉时来吃饭 便让几人去外面打 菜马上就要做好 可怎料对方来势熊悚 二话不说直接对走刘贤来立决 这一拳虽然没打到刘贤 但是却已把先翻了刘贤刚扎好的话声 这一拳只是紧张 接下来这一拳看完了 说完 一记事大力尘的严权直冲刘贤的两半 这一拳的速度不快 普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更别说刘贤此时还被对抗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刘贤突然一个自信的飞批 竟然还真让他躲过了这一拳 见状 这大哥人都有点懵了 自己的权力一击 竟然被此人以此轻松的话 难道传说都是真的吗 传言此人以一己之力 征服三大魔调妖女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名不续传了 然而事实证明 这大哥实在是想有点 刚才那一下 只是刘贤为了保住锅里的油炸花生 才下意识做出的扑就会 大哥眼看情况 便打算招呼请弟们一起上 能看得出来 这群人应该都是炎火帮的人 一招招炎权使得是真不赖 而另一边 刘贤虽然保住了锅里的油炸花生 但仔细一看 这油温好像还差点意思 可现在再生火明显已经来不及 而就在这时 那群壮汉的炎权也刚好倒 看到这玩意 刘贤突然眼前一样 你看看 这不是巧了吗 说完 只见刘贤大手一挥 直接将锅架在了这仨岛皮蛋的炎权上 你还真别说 这火候还真是刚刚好 眼看炸得差不多了 随后刘贤大手一挥 将炸好的花生米往天上一挥 准备出锅 刘贤也不愧是世界第一中刊厨师 这随便往天上一挖 炸好的花生米是一颗不辣的群都被太阳背住 而那锅热油也是一滴不辣 全洒那撒倒霉蛋的脑袋身 眼看自己的小弟被人如此闻 大哥这下是彻底的 而与此同时 刘贤的油炸花生米虽然也不自备这些 可就当他准备开始做主菜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炉灶上的火竟然密 这下在生活可就有点费事了 可就在这时 一记蕴藏了大哥三十年功力的暴炎同学 忽然朝刘贤打了惯了 臭小子赶紧给我去死吧 然而刘贤定定一看 好家伙 雪中送炭那大哥 说完 只见刘贤又一把干锅架在了大哥眼前 以掌为造以气为水 刘贤赶紧起锅烧油 再把世间准备好的鸡肉和炸好的花生米倒进去 好家伙 你这是没把大哥放在眼里 此时大哥的怒气值已经颠满 这一记连簧狂咽拳上的火可不是 乃是咱大哥的满腔木 可在世界第一厨师刘贤的眼 这样的大火用来收之入味 简直是再也不是不过 画面一转 这边的工具人大哥已经是打得津贴的地 而刘贤的公导鸡丁也是终于出火了 而正所谓吃水不忘弯 刘贤的公导鸡丁出炉后 还特意给泪趴的大哥留了一遍 就当刘贤将美味的公导鸡丁 针到大哥的面前时 大哥已经快被打 没想到我就要对他 他却还能如此善待我 这胸襟 这气质 简直就是一位圣子 然而话音为力 刘贤的嘴角上突然露出了一股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刘贤直接狠狠将菜扣在了大哥的脑 让你这么一直打扰我 赶紧去死吧 老子看你不想能做 饭店开业第一天 这个厨师直接将一锅热腾腾的菜 一把护在了壮汉的脸上 因为就在刚刚 厨师刘贤在炒菜的时候 这家伙就一直不怀好意的在旁边打扰刘贤 最终刘贤忍无可忍 直接将做好的菜扣在了他的脸上 虽然这一下确实大不忍心 但对方好歹也是炎火烂的 那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 说完 只见那壮汉一声不吭地站起了声 怕这个黑脸就朝刘贤走过了 一旁的三个魔教妖女也意识到了不未尽 他们赶紧挡在了刘贤的身体 这家伙恐怕是动了杀心了 话音未落 只见那壮汉颤颤巍巍地走 静 竟然 竟然会有这么好事的事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这壮汉在不小心吃下刘贤厂的菜 竟然直接当场来了拨军惊犯案 还没等刘贤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壮汉便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刘贤的面前 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刘贤能够原谅自己 并且只要刘贤点头 他炎火帮的所有弟子都将败在刘贤大人名下 只求日后刘贤能赏口菜吃 说完 众弟子们直接齐刷刷地跪在了刘贤的面前 一看这场面 刘贤的心里先是愣了一下 不过反应过来最后 刘贤的心里也是乐开的话 饭店刚开一 自己刚好缺人手 这下他们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说完 刘贤也是毫不客气 该生活的生活 该刷碗的刷碗 手底下都赶紧给我麻衣 你还真别说 有了这群人的帮忙 刘贤炒菜的效率也是大幅提高 很快 一大桌美味的满汉全喜就已经比较了 看到这么一大桌子菜 一旁的大小姐花生当场可就拔不动她了 二话不说就要上手开吃 可刘贤却突然一把拦住了她 她表示今天是开业的第一点 这些最好的菜品是给客人们准备的 说完 刘贤便一脸自信地走出了厨房 大伙就等了 准备上菜 然而定睛一看 整个大堂里别说顾客 就连个活着的人影都看不见 这下刘贤人都懵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一个顾客都没有 见状 一旁的壮汉也已经看不下去 刘贤哥哥你放心 我今天就算是硬拉 也要把客人给你拉进来 说完 壮汉直接冲到了饭店门口 壮汉便一把抓住了两人的衣楼 走 跟我进屋 我屋里有好康的 话音未落 怎料俩倒霉但突然哭得大喊道 壮汉饶命了 我们还不想丢了小命 一听这话 壮汉人突然一愣 吃个饭怎么会丢掉小命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呢 话音未落 一道金光突然同天而降 已直地落在了饭店的门口 众人定睛一看 这几个家伙可不得了 都是个大门派里有头有脸的人 并且这些家伙自称是正派人 跟三大魔教可谓是水火不如 在得知三大魔教开了一家饭店之后 他们也是撂下了狠话 谁敢去他们家吃饭 就是跟三大魔教同流合污 就是跟我们正派作对 而后果你们想必也非常清楚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还没人敢去刘贤的饭店吃饭 得知这一消息后 刘贤心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 于是便上前想跟这群所谓的正派人 实在不幸给你们打得七折也行 可对方哪里听得进去刘贤呢 还打七折 看我不把你打火着 说完 领头的那家伙直接拿刀条流行砍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 壮汉突然躲在了刘贤的面 直接用胳膊帮刘贤抖下了这一刀 好家伙 这壮汉你珍惜 有事他是真敢上啊 刘贤简直是太惨了 心心念念的异世界饭店终于开业了 结果开业当天不仅一个顾客都没有 还惹来了一大帮修仙者来打场 原来 刘贤的这个饭店是在三大魔教妖女的帮助下才开起来 代表的自然也是没 所以肯定会引起那些正派的不敌 为了证明自己 刘贤提出要跟对方进行一次美食 替他 看谁做的东西更好 可一听这话 对方当场就论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的 我可是阴阳门的八品炼丹师 整个五周大陆里炼丹比我强的去之可数 就你还打跟我比 你可真是不怕死 可一听这话 刘贤却丝毫不慌 我刘贤堂堂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做出来的东西更是天下第一名 怎么可能会盘 然而一听这话 对方却不乐意 大哥 这里可是五周大陆啊 哪有比拼味道啊 要比也是比效果啊 他这么一瞬 刘贤这才突然想起来 这里可是没有美食概念的五周大陆啊 他们平时都是拿土色的干药当算吃 哪里懂什么味道啊 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想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 刘贤只能是硬着头皮打算赌一把 话音未落 一个头戴斗笠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叫蜻蜓队长 哪里有比赛哪里都有他 据花生所说 此人乃是传说中的八阶五者 其实力深不可测 他来当裁判绝对是再演的是不过 正巧 倾庭队长现在的修为正处于突破的评价器 看你俩谁做出的丹药能帮老夫突破评价 那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 当然 老夫也不白吃你们的丹药 如果有谁真能让老夫突破 那到时候老夫就当欠他一个人情 一听这话 围观的群众全都懂了 要知道倾庭队长可是传说中的八阶五者 他的人情可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事不宜迟 在明确规则后 两人的比赛也正式开始了 这场比赛限时一炷香的时间 超时的一方直接算作认输 比赛一开始 这阴阳门的白公子便瞬间进入了比赛 别看他长了一幅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只要开始炼丹 这家伙变像换了个人一样 不仅把药材孕育到了底质 就连炼丹的功法也都是杏手的爱 八品炼丹是果然明日虚传 而反观刘贤这个 半炷香的时间都已经过多了 刘贤甚至还没想好该做什么 作为世界第一中餐厨师 想要做出好吃的饭菜简直一如粉丝 但要说到能让人提升修为的饭菜 他还真没啥仔细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先是询问了一下 倾听队长的身体状况 再得知这老家伙最近有一个气血失去 而导致身体气血亏不好 刘贤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突然掏出了一块新鲜牛肉 打算来倒水煮牛肉 给这老家伙补补气血 不过由于这道菜对火候的朋友要求极高 传统的炉灶又不太好控制 于是刘贤又叫来了炎火帮的壮汉 这壮汉最擅长的就是炎犬 对于刘贤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行狗的电磁炉 与此同时 白公子的霹雳无敌超级死修丹已经完成了 看样子就知道属实不赖 此时的倾听队长也是等不及了 二话不说便一口将丹药通了出去 在丹药入肚的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真气突然从他的体内迸发而止 在场的观众全都盯大了眼睛 难道说这真的要突破了吗 然而事实却很可惜 虽然白公子的丹药的确很长 但距离让他突破去还差了不少 如此一来 机会便来到了刘贤这一瞬间 就在倾听队长打开盘子的一瞬间 一道耀眼的金光突然从灵魂发而出 虽然刘贤做的这玩意跟丹药完全不搭别 但扑面来的香味 却能让他情不自禁地把菜往嘴里送 而就在牛肉入口的一瞬间 倾听队长的心里突然搁动了一瞬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听见轰的一声 蜻蜓队长直接当场来了个大报应 并大喊了 快闪开 老夫要突破了 这一幕直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闪了 他们谁都想不到 这斗篷下面竟然是一个紫头发的魅力 这个自称是老夫的神秘人 在吃了一块牛肉之后 他的身体竟然开始不受控制的发动 随后只听见轰的一声 这神秘人竟然直接来了个当场报应 这一幕直接把台下的观众给看上 谁能想到 这个从始至终一直自称老夫的神秘八街舞者 竟然是一个紫头发的妹子 原来就在刚刚 厨师刘贤和炼丹师小白来了一场炼丹比赛 就比谁做出来的单样 能够让身为八街舞者的神秘人再突破一层境界 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神秘人在吃下刘贤的水煮牛肉之后 不仅瞬间突破了修炼期的品质 美味的牛肉更是让他的味蕾瞬间爆炸 直接爽到原地爆衣 此时的刘贤也没能想 自己做的菜竟然还有这种功效 在得知自己成功突破后 那紫发妹子直接一把搂住了刘贤 她的名字叫姜思 为了感谢刘贤帮自己成功突破 姜思一言不合便打算向刘贤献身报答 好家伙 这一世界的妹子都这么懂得知恩图报吗 可以听这话 旁边的花生可不乐意了 二话不说就给这妹子来了一机飞机 我才是刘贤的正牌娘子 你这臭妹妹还是赶紧往后烧烧的 可怎料这紫发妹子也是个狠人 是你的又怎样 这男人我今天吃定了 话音未落 俩妹子一言不合直接动手打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后 一旁胡椒的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没想到刘贤如此轻松就又收服了一名强者 照这个情况下去 只要她牢牢地将刘贤钻在手里 那推翻五桃的统治必将指日可待 画面一转 不知是打了多久 这俩妹子也是终于都消停了下来 虽然花生实在不想留下她 但打又打不过 年又年不走 最终花生灵机一动 正巧现在饭店缺个保安 你不是很能打吗 那这保安大队长的职务也非你莫属 对此 姜思当然也没啥意见 只要能让他留在恩公身边 让他做啥都可以 至此 上到后厨下到保安 刘贤的饭店人手也算是齐备了 而在赢下了这场跟炼丹是小白的比赛后 刘贤的饭店更是一炮而红 昨天还空无一人的饭店 到第二天直接坐无虚席 饭店门口更是排起了一条场后 整个饭店从上到下更是忙得不可开刁 曾经叱咤风云的三大魔调妖女 如今也是该端盘子的端盘 该刷碗的刷碗 不过即便如此 胡椒也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因为照这个情况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刘贤的美食而加入我们 毕竟刘贤的美食可以帮人提升修为 再加上我们三大魔调原本的战略 想必不出半年 我们就能拥有能武朝平抗衡的实力 非凡武朝指日可待 而与此同时 饭店火爆的一幕也被花生的父亲花钱探探了 但本该高兴地花钱 此时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因为这也让他想起了16年前那段悲惨的功能 画面一转 与此同时的皇宫里 与刘贤一同穿越而来的西餐厨师西米露也有动力 此时的他已经是皇宫的第一御厨 想出宫去找刘贤肯定是办不到 于是西米露找来了自己的徒弟 想让他代替自己去寻找刘贤的下方 即便西米露并不确定刘贤是否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更不确定刘贤是否还活着 但刘贤乃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 他必须要找到刘贤 我低个乖乖 你们修仙者的衣服都不要钱的吗 怎么一言不合就要报义啊 故事紧接上期 在得知刘贤做的菜能够帮人突破修为时 武州大陆的修仙者们全都做不住了 有着好玩意 咱还吃着苦涩的干药干嘛 一时间 刘贤的饭店瞬间爆满 排队的人甚至从山顶排到了山下 有的修仙者为了能吃到刘贤亲手做的饭 甚至不惜等上的三天三夜 眼看日月宗因此混得风生水起 隔壁神泉宗的大长老可谓是炉作尊瞻 要知道神泉宗与日月宗从来都是水不不如 再这样下去 他日月宗将来怕不是要骑在咱们神泉宗头上拉屎 于是到了第二天 神泉宗的大长老直接带着一大帮弟子来到了日月宗 打算来面面你日月宗的威风 然而刚到刘贤饭店的门口 几人就被保安大队长江思给拦下来了 在看到江思后 大长老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竟然让传说中的八阶舞者来看大门 这破饭店果然不一般 不过既然来了 那就不能空着手回去 只见大长老突然大手一挥 立马就有二十余名六阶舞者包围的角思 即便你是八阶舞者 也绝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说完 大长老边带着其余人冲进了饭店 然而就在他们刚进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幕瞬间就让他们看傻了眼 当饭店里的客人在吃下盘子里的菜后 巨大的灵气瞬间渗透了他们的全身 随后只听见扑斥一声 境界突破时所产生的巨大门耳 竟然把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给撑破 由于大伙们都在专心吃饭 根本就没人注意到门口的大长老 眼看自己被众人无视 大长老此刻是又羞又浪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气急败坏的大长老一言不合就要上去先多子 老夫可是堂堂七阶五者 你们这群喳喳不赶紧逃命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坐在这里吃饭 一听这话 那桌子上的大汉立马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这不是巧了吗 老子也是七阶五者 你这臭老头闲命长可以直坐 一看这架势 那大长老瞬间就慌了 不是 这屋里怎么随便拿出一个人来就是七阶五者 见识不亮 大长老又把目光对准隔壁桌上的兽后所 你看什么看 老子刚才说的就是你 实相的话就赶紧给我滚蛋 一听这话 那兽后生直接一把抽出了自己的配件 好家伙 这位更是重量级 竟然是十分罕见的七阶剑修 吓得大长老是连忙跟人家道歉 此时大长老人都快满了 却一屋都特么是什么妖魔鬼怪啊 而就在这时 一脸人畜无害的小九彩刚好从大长老的一旁路 这可把大长老给高兴换 我今天还真就不信了 你一个端菜的小妹还能是七阶五指 说完 大长老直接一把拍掉了小九彩手里的菜 还搁着送菜呢 赶紧把你们饭店的老板叫走 就说神拳东的大长老来给他上课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客人却劝他赶紧逃命 再不赶紧跑就来不及了 一听这话 大长老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可还没等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听见扑斥一声 眼前的诡异一幕直接让大长老彻底傻一眼 只见刚才还一脸人畜无害的端菜小妹 竟然瞬间变成了一个七尺肌肉猛烈 一时间 惨绝人寰的尖叫声传遍了饭店的每个角落 后厨的刘贤也意识到了情况不落尽 然而等到他出去的时候 那大长老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 不光是他 神拳中的所有弟子全都被小九彩打淹了 看着眼前这么一大伙人 一旁的刘贤脸上突然露出了一嘴尖笑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计划 这饭店里都是一群什么怪物啊 这个老头本想来刘贤的饭店里砸场 结果仅仅是因为打翻了 宋太小妹手里的盘子 上一秒还一脸人畜无害的小朋友 下一秒直接原地暴依 并当场化身肌肉猛烈 二话不说就要挑战老头的阔余机 与此同时 厨房里的刘贤在听到惨叫声唬 赶紧出来一看 发现那老头已经被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刘贤这一问才知道 这老头乃是隔壁神权宗的大长老 带着一大帮弟子前来闹事 如今已经全被小酒台给打开 看着眼前被俘获的这一大帮人 刘贤突然有了一个好计划 然而话音未落 只听见轰的一声 突然又有一大伙子人吵 要么怎么说人红是非多 这刚解决了一个神权宗 结果隔壁旭坤宗又跑来闹事 而且这家伙可比那神权宗的老头聪明多了 他表示自己是专门来吃饭的 还让刘贤赶紧把你们这里的菜全都上一份 如果你们做的菜让我不满意 那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一旁的刘贤虽然也知道这群人是来闹事的 但秉承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刘贤也是暂时拿他们没办法 画面一转 在刘贤的亲自操刀下 一大桌满汉全息很快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着这一大桌子饭菜 旭坤宗那帮弟子的口水已经封不住了 随后 这宗主当着众人的面 加了一块鱼肉放在了口中 随后只听见啪的一声 这家伙就跟吃了想一样 直接当场就把一大桌子菜掀翻在了地上 看来 这群家伙是摆明了想要冒事 健壮 一旁的刘贤强压着心中的怒骨 跨着个黑脸说道 就算你点了菜不吃 那也是要收钱的 一听这话 那宗主也是不装了 只听他突然大喊道 兄弟们 赶紧把他这黑店给我狠狠地拿了 说完 这家伙还把手中的盘子朝刘贤丢了过来 眼看这飞出去的盘子即将砸在刘贤的脸上 千钧一发之际 不知从哪里突然飞出来了数十把飞镳 硬是帮刘贤挡下了这一剂飞牌 转过头一看 此人正是埋伏已久的唐门大行 早就看出你是来闹神了 怎么可能让你多少 话音未落 只见数百把退满剧毒的飞镳同时射出 那续昆宗的小弟们请客间就被扎成了马公屋 而这宗主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二话不说便想要开溜 结果下一秒就被将丝和花生给打下了 看着眼前散落一地的散菜 刘贤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一把揪住宗主脑袋上的那座鸡毛 随后更是将其一把摁在了地上 敢浪费两尺 今天你就算是舔也得给我舔了一粒米的 见状 一旁的虚昆宗弟子们也是乐坏 哥那眼巴巴看了那么多 可算是能给我们吃两口 不过 刘贤肯定也不会让他们白吃 手里的蒜盘轻轻一搏 算上你们打碎的盘 这顿饭也不跟你们多用 给八千两银子就够了 一听这话 那旭昆宗的宗主差点没被吓死 你把我整个旭昆宗卖了都卖不了这些钱 说完 这宗主直接往地上一坐 你还是直接杀了我吧 可刘贤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我当然知道你拿不出这些钱 不过我可听说了 你旭昆宗虽然穷得叮当响 但是却盛产零草龙手 这在旁边开个饭店简直是再也合适不过 于是刘贤便打算跟旭昆宗合作 你们只需要出地出力 到时候钱肯定是少不了你们的 这波计划勘冲双赢 那宗主自然也不过拒绝 于是画面一转 一切交代好之后 刘贤也踏上了前往旭昆宗的马克 在刘贤不在的这段时间 首席主厨的责任便落在了汤圆的肩膀上 而这边刘贤前脚刚走 一个神秘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饭店门头 而他 正是西餐厨师西米露的大弟子 受师傅之拖前来打听刘贤的现实 这个妹子随手插起了一块熟牛肉 随后还在牛肉上面撒上了一些神秘粉末 看到这一幕后 一旁的主厨汤圆可坐不住了 竟然敢对我的菜动手脚 你怕是活腻歪了吧 就当汤圆上来准备给这妹子来一套组合拳食 那妹子却一把将牛肉塞到了汤圆的嘴 而在牛肉入口的一刹了 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在汤圆的口供爆发开来 虽然还没有达到报医的程度 但能让汤圆都如此欲罢不能 就足以证明了这妹子不是一般人 原来 这妹子名叫哈沙可 乃是世界第一西餐厨师西米露的大地 当得知这妹子也是个厨师后 一旁的小九彩不经疑惑地问道 这五周大陆上除了从地球穿越而来的刘贤 竟然还有别的厨师吗 一听刘贤这个名字 哈沙可的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要知道 哈沙可此行就是受师傅西米露之托来寻找刘贤的 在听到刘贤的名字后 哈沙可也是急忙问道 你们竟然知道刘贤 他现在人在哪 话音未落 一直在后厨里刷碗的胡椒突然站了出来 刚才两人的对话他都听到了 胡椒表示 刘贤乃是我们饭店的首席大厨 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于是 胡椒提议让汤圆和哈沙可进行一次厨艺比赛 如果你能赢汤圆 那我们就让你见刘贤 反之如果你输了 那就去后厨给我们刷盘 其实胡椒的目的也很明显 无非就是想找个人帮他刷盘的 于是画面一转 胡椒特意请来了一大批顾客 就由他们来当裁判 说完 胡椒还给两位厨师准备了一大桌食材 这桌子上的东西两人可以随便调 但有一个小小的限制规格 那就是对方已经挑过的食材 你就不能再用了 此话一出 汤圆立马抢走了所有的调味品 只给哈沙可留了一瓶胡椒粉 看来汤圆早就有所准备 没了调味品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做出美味的食材 不过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 虽然汤圆承包了绝大部分调料 但好的食材则是落到了哈沙可的手中 留给汤圆的只有几条鲈鱼 不过汤圆还是那句话 只有一瓶黑胡椒调味 你凭什么能够赢我 然而汤圆还是小乔这位西餐厨师了 只见他突然反手便掏出了一瓶红酒 再搭配上一块上好的煎牛排 不到几分钟下来 一道经典的法式红酒牛排就已经完成了 而因为食材的限制 汤圆这边唯一能做的就是红烧鲈鱼了 而很快这两道菜便被端到了客人的桌子上 虽然汤圆做的红烧鱼依然惊艳 这群客人则是第一次见 如此一来 最终的结果也不出所谅 哈沙可以微弱的票数优势成功站上了汤圆 而与此同时 在处理完新店的各种事物后 刘贤也是终于挡回来了 可进门一看 却发现整个饭店里竟然空无一人 这不是刚好是饭点吗 怎么可能一个顾客都没有啊 逮住小九彩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汤圆他们在比赛时输给别人 害怕砸了刘贤的招牌 所以才暂时停止了营业 一听这话 刘贤也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随后他赶紧找到了满脸失落的汤圆 并摸了摸他的头安慰道 你们不用自责 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证明你们足够优秀 而接下来 就让我来回一回这位挑战者吧 可怜的刘贤仅仅是因为昨晚多喝了两杯 结果今早一觉醒来之后 竟然发现有个妹子正躺在自己的怀里 而再仔细一看 好家伙 刘贤你昨晚到底干了什么呀 你这 这未免也太多了吧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昨天晚上 上期时我们说到 回到饭店的刘贤也是急于想帮徒弟找回面的 二话不说便打算跟击败汤圆的厨师哈萨可来一场陪 可胡椒却表示天色一五 PK什么的到明天再说吧 说完 胡椒还特意给归来的刘贤准备了一场酒店 说是要帮刘贤接风洗尘 然而酒过三许之后 这几个妹子却动了歪心 他们将喝醉的刘贤抬到了房间 随后更是一拥而上 虽然这几个妹子都想独占刘贤 但眼看刘贤的后宫越来越多 如果再不赶紧动手的话 恐怕到时候他们的竞争对手会更多 于是便有了最开头的一面 几个妹子也是喝多了 完事之后也不走了 直接在刘贤的床上对付了一宿 可他们似乎是忘了 刘贤可是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这场面换个正常男人来都受不了 更别说患有孔女症的刘贤了 果不其然 等到花生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刘贤已经因为孔女症发作 头土白目晕死过去了 见状 这几个妹子也意识到自己闯大火 于是几人赶紧整理好了自己的衣服 就当作一切无事发生 而不知过了多久 刘贤也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妹子们正在一连和善地看着她 就仿佛昨晚的事情真没有发生一样 这下连刘贤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难道说 我刚才是在做梦吗 好家伙 那这梦未免也太真实了吧 担心刘贤看出破绽 那妹子也是赶紧扯开话的 饭店已经开门了 咱们还是赶紧出去看看吧 画面一转 时未轩还是像往常一样 这还没到饭店 门口便已经排起了一条长路 饭店里几个妹子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就在这时 饭店里却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身体风衣 浑身上下挡得是严严实实 给人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而花生一开始还以为这人是来吃饭的 刚想上前招待 却被他告知我是来找你们主厨刘贤的 一听这话 花生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家伙 不会又是来砸场子的吧 本来花生还想跟胡椒商量一下怎么解决 可就在这时 刘贤却刚好从后处里走了出来 吓得花生赶紧拦住了他 这外面有人要找你麻烦 你得赶紧先躲一躲 可刘贤心想 自己又没招谁惹谁 怎么可能会有人找我麻烦呢 于是刘贤二话不说 直接走到了那人的面前 并问道 这位客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而那位神秘人在看到刘贤后 明显是突然愣了一下 似乎是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随后 神秘人也是慢慢沾下了自己的面子 定睛一看 这人竟然是西米露 突如其来的惊喜 先是让刘贤愣了一下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人也是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看到西米露竟然还活着 刘贤连孔女症都不管了 紧紧地将她搂在了怀里 这可把旁边的妹子给看傻了眼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的 竟然能让刘贤把孔女症都给忘了吗 然而就当刘贤还沉浸在重重的喜悦中时 西米露却突然话风一转 他想让刘贤赶紧逃跑 因为朝廷的大军已经杀过来了 除时刘贤患有严重的孔女症 仅仅是因为被女顾客摸了一下手 结果刘贤的身体便开始止不住地抽搐发动 好不容易在天台上喘上了一口气 结果下一秒 同是西米露突然给刘贤来了剥肉弹冲击 如此轻易地近距离接触 你这是要我的命吗 情急之下 刘贤一把将西米露推到了一旁的护栏上 怎料这天台上的护栏年九师兄 竟然被咔嚓一声给撞断 眼看西米露意外势足坠楼 情急之下 刘贤为了救人 竟然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而最终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 因为这场意外 俩厨师一同穿越到了没有料理世界的五洲大陆 由于这个世界没有美食概念 更没有厨师 所以两人的出现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西米露穿越到皇宫成了皇帝的私人御情 而可怜的刘贤虽然开局差点白凯 但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不仅让三大魔教成功统一 最终在三大魔教女的支持下 更是在五洲大陆创立了第一家饭馆 上期说到 刘贤和西米露再次相遇之后 得知西米露并没有死 刘贤也是无比激动地紧紧抱住了西米露 这么多年悬在刘贤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 可就当上一秒刘贤还沉浸在重重的喜悦中时 下一秒西米露却话锋一转 他突然让刘贤赶紧逃跑了 说是皇帝亲率大军已经杀过来了 一听这话 刘贤显然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就一个开饭馆的 怎么就招惹上皇帝了 可一旁的魔教女胡雕 似乎是早就预料到了会有经典 他表示如今三大魔教已经统一 论实力不一定比那朝廷差 咱们跟他拼了 然而众人出去一看 发现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黑压压的一片军队 起码得有十几万兵马呀 如此大动干戈只为了讨伐一个饭馆 这其中肯定有隐情 见状 一旁的西米露赶紧解释道 其实 这个世界上原本是存在料理的 不过咱们之前也都见识过 用这个世界的食材所做出的料理 拥有巨大的力量 能够让人的修为获得巨大突破 正是因为这一点 这皇帝为了压制农民起义 直接下令禁绝了所有的料理制作 而流贤饭店的火爆 再次让这皇帝看到了危机 他们这次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 正是冲着流贤来的 弄清楚原因之后 一旁的魔教女胡椒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让我们没有美食吃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打流贤的主 说完 胡椒便直接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很快便跟镇前的大将军打了起来 不过这大将军可不是吃素的 胡椒不仅打不过他 还在交手中被弄破了眼睛 而就在胡椒眼罩颇落的一瞬间 那大将军竟突然露出了一副无比惊讶的本地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胡椒并不是独眼 而是他的两个眼睛有着不一样的领子 要知道 这一色铜乃是前朝皇室的特征 怪不得胡椒之前总是想着推翻五朝 原来他是前朝皇室的后代 见势不妙 另外两个魔教女花生和唐人也加入了定案 而与此同时 不光是三大魔教手下的兵马加入了战斗 就连刘贤店的顾客们也都闻讯了 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绑受朝廷的压迫 在吃了刘贤的美食最后 他们的修为也都大幅提示 如今也是有了与之一战的资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战场 刘贤也似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可能 和一旁的西米露却有些笑不出 因为他是从朝廷里出来的 他心里非常起 朝廷真正的杀手锏还在后面 故事紧接上期 面对朝廷的大军压境 除时刘贤率领三大魔教语气展开了生死一战 在战斗中 三大魔教女之一胡椒的眼罩意外通过 当一色彤出现在众人面前后 我们这才知道 胡椒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前朝的公主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数十年前 当年前朝皇室遭到蛮族入侵 最后时刻 胡椒的父亲将女儿偷付给唐人的宗族老唐 也就是唐人和唐出这对兄妹的父亲 而他自己则留下来与那群蛮族拼到了最后一刻 为女儿的逃跑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想必 这正是胡椒一门心思想要推翻五朝统治的原因了 回到如今这场战斗 三大魔教的兵马虽然远不如朝廷的兵马过 但三大魔教这边赢了一手刘贤 在除世刘贤的美食巴斯加持下 三大魔教可谓是势如破竹 一时间 竞打的朝廷军队毫无还手之力 就当胜利的天平逐渐开始向刘贤这边倾斜时 不料这朝廷的军队还留了一手大招 这些人乃是朝廷专门舔眼的死士 在开战前 他们喝下了一种奇怪的药剂 这种药剂可以暂时让他们的战斗力居足提升 而代价则是严重透支生命 在这批死士加入战场后 场上局势瞬间两极反转 连唐门的宗祖唐人都被打成了毒伤 就在三大魔教节节败退之际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上 众人定睛一看 发现此人竟然是花生的父亲花钱 当年前朝与蛮族的那一战 花钱是唯一活下来的那个人 这十六年来的养精蓄锐 如今花钱的战斗力终于回到了九阶巅 为的就是帮当年死去的老唐和老胡报仇 最终伴随着九阶巅峰武者花钱的家伦 这场大战最终也以朝廷的大败而告证 而花钱也终于是大仇得报 亲手杀死了这蛮族的皇帝 战斗结束后 胡椒带着唐门和天下会这两大魔教顺利的主上 浙江山也终于改天换地 胡椒终于夺回了本就该属于自己的天下 成为了五周大陆的女皇 而刚登基不久 这天 胡椒找来的已经是隐秘位的唐人唐出两兄弟 二话不说就拉着他俩准备去日月宗一趟 虽然这天下已经到手 但刘贤可还没到手啊 此去日月宗 目的就是为了跟刘贤提起 不过巧的是 此时的日月宗内也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难道说花生已经潜先一步跟刘贤结婚了吗 其实并不是 这场婚礼的主角并不是刘贤和花生 而是花生的父亲花钱 而这场婚礼的新娘子竟然是一位神秘的红发女子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红发女子有没有印象 之前在刘贤的回忆中她曾经出现过一次 没错 她就是厨师刘贤的那个变态师傅 刘贤从小便在她的手下学习出来 在她那贪嗔折磨的培养下 虽然她将刘贤培养成了五零第一厨师 但如此严厉的师傅也造成了刘贤的孔女症 没错 刘贤的孔女症正式败她所赐 那问题又来了 刘贤的师傅为什么会出现在五州大陆 又怎么会成为花钱的新娘子呢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数十年前 原来早在刘贤穿越到五州大陆之前 刘贤的师傅就已经穿越了 而且穿越的姿势都跟将来的刘贤一目一眼 只不过当时被压在身下的不是花生 而是年轻时的花钱 因为这场意外 郎抬女帽的两人当年一见钟情 不仅喜结连理 还生下了女儿小花生 没错 刘贤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的老婆花生其实是自己师傅的海人 好家伙 我只不好家伙 而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伴随着蛮族皇帝入侵五州大陆 师傅作为五州大陆的唯一一个厨师 也是被那皇帝掳走 成了宫里的寓主 推翻蛮族皇帝之后 花钱也是终于再次见到了他 由于师傅是一位穿越者 所以他的容貌不会因时间而浪化 当然 他与花钱的真爱也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举办这场婚礼 正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 而与此同时 女皇胡雕也终于赶到了日月宗 他让花钱赶紧把刘贤叫出来 他已经等不及要把刘贤接到宫里 可一旁的小九彩听后却表示 皇上你已经来晚了 刘贤前几天就已经走了 一听这话 胡椒人都愣住了 不对吧 刘贤既然走了 那你们这一大桌子菜是谁做的呀 话音未落 汤圆突然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刘贤临走前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叫给他们 他现在可是日月宗的首席大厨 这一大桌子菜正是出自他手 画面一转 此时的另一边 刘贤和花生跟上了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大船 与他俩同行的还有西餐厨师姓名 红屎之中 刘贤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 不仅仅是五周大陆 他要让全世界都能吃到美味的菜油 至此 本部漫发完